女孩走路总是低头玩手机 下一集就被转视卡车创飞数百米 这时插着翅膀的神秘男孩凭空出现 恭喜他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女孩当场一脸猛逼 没想到这么离土的事情竟发生在自己身上 至于为什么会被选上则更加夸张 原来神明是个重度小说迷 看的每一部小说都有女孩的神评论 因此神明在创作出《罗幻世界》之后 第一时间就想起了他 女孩没有因此感到庆幸 毕竟许许多多的小说角色都是悲惨的 可拒绝的话便会遭到抹杀 于是他提出几个条件 不仅要加是显赫 拥有帅气的父亲和哥哥 还要难以想象的特殊能力 天使没有拒绝 反而笑得像个反派 女孩紧急反悔却无济于事 被吞噬之前他大声质问 特殊能力究竟是什么 敢骗我你就死定了 而天使最后说了一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 不必担心 因为你是我的 然而女孩想要的生活并没有出现 明明是身份显赫的公爵之女 却成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卑微仆人 甚至天天被舅舅刁难训斥 你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就是这样你的父亲才会抛弃你 哦对了 你是不是公爵的亲生女儿还不一定 就在这时表姐克拉拉突然出现 看似十分善良的为露露求情 实际上却在背地里不断羞辱她 当天晚上她的小腿被打得血淋淋 甚至还被罚了一星期都不准吃晚饭 后来恶毒表姐克拉拉还落井下石 不好好干活的人是不配吃饭的 你以后可要认真点做手 露露在心中怒骂那个恶魔 难过地流下眼泪 甚至产生了一死了之的想法 立马又劝说自己不能那么脆弱 一定要在这个平分为零的世界里活下去 很快到了表姐克拉拉的生日宴会 今年的她又穿上了定制的豪华礼服 据说一件衣服都可以买下一栋豪宅了 露露躲在黑暗处暗自神伤 可克拉拉却故意将自己的鞋子弄脏 因此露露再次成了那个遭受羞辱的仆人 你在干什么 饿了一周还不够吗 还想挨打是不是 女孩被羞辱的体无完肤 痘大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就在这时消失多年的公爵父亲突然出现 严厉地质问道 我女儿的头发好像不是金色的 贫穷女孩被神明选中进入罗幻世界 一出生就拥有和梅贝尔一般的容貌家世 却被亲舅舅当成仆人百般虐的 今天多年不见的公爵父亲终于从战场上回来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侯军府 舅舅慌乱地掩饰着自己 还说露露只是家里干活的下人 可公爵怎么会认不出自己孩子 故意反问道 这个寒孙的丫头 该不会是帕埃拉顿宫女 露露的心瞬间咯噔一下 言语中近乎恳求 就算这样您能不能带我走 我只是没能洗干净才会是这副模样 我很会洗衣做饭 可以用劳动来抵饭钱 还可以每天都给您擦脾气 我擦得很样很样 说着说着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急忙揪住公爵的裤子 我想回家 爸爸请带我走吧 露露下定决心一定不会放手 怎料却被公爵单手提了起来 就这样往外走 眼看就要离开这里 公爵猛地停了下来 用魔器将克拉拉的礼服当场撕碎 竟敢贪图不该拥有的东西 简直是找死 其实克拉拉每年的礼服 都是公爵买给女人的 却被侯爵占为己有 回去之后 露露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短短十天的时间就恢复了健康 只是公爵从没来看过一次 以她多年看小说的经验 公爵应该是看着像反派的好人 这只骨满队了 为了一直住在这里 她决定先工作底饭前 因为这是来之前就说好的 侍女们看着自家小姐手足无措 公爵家的小女儿怎么会是来干活的 然而露露却认为自己被抛弃了 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子女 你在这里干什么 突然公爵出现在这里 身上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 露露急忙表示自己很擅长打损 所以干活底饭前 可公爵却直接将她一把提起 那架势就像要将人丢出去一样 可没想到她却将露露带到餐桌前 随后严肃地命令道 快吃 女孩拼了命地往嘴巴里塞东西 明明肚子都快撑破了 却还是不敢说出半个不字 毕竟公爵父亲的眼神足以杀死一头大象 好在一旁的侍女上前提醒 小姐和其他几位少爷不同 再吃下去会引起腹痛的 公爵一脸的严肃 却让侍女安娜做女儿的贴身侍女 露露一听欣喜不已 这意味着可以一直待在这里 可转念一想 却认为公爵是在乎名声 如果这么快就把女儿赶出去会受人诟病 公爵就这样盯着露露一句话都不说 这让她很是尴尬 好在副官前来禀报 皇室还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 这才解决了目前的困境 回去之后安娜就找上了露露 如您所见 阁下并没有要赶走您的意思 所以作为公爵家的小女儿 您可以安下心来享受就好 其他侍女一听纷纷附和 这让露露不挤 你们很担心我吗 那是当然的 那为什么你们都不肯和我说话 我还以为你们讨厌我 侍女们没想到自家小姐竟是这样想的 您和其他公爵家的人不一样了 一点架子都没有 还那么善良 从此露露解开了误会 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善意 然而当天晚上 露露再次担忧起来 因为舅舅说过 她是母亲在外面和别人生的孩子 而且自己的外表和公爵一点都不像 也没能继承魔器 一旦查明是私生子 就不会是赶出去那么简单了 要想活下来就要表现得像真正的女儿一 让她因为养育之情而很不下心 该怎么做她十分清楚 隔天她鼓起勇气站在办公室门口 原本想数到实在进去 没想到副官进线一步打开门 公爵阁下让您进去 露露紧张坏了 还是快速调整状态冲上去 爸爸我好想你啊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你很想我 可你在我面前不是很不自责吗 被戳中的露露有些心虚 还是硬着头皮说只是不太熟悉 所以要时刻黏在一起才会变得清静 下一秒她就被踢到腿上 为了刷好感度 她将双手附在了公爵的脸上 突然一个文字框跳了出 以满足条件 确认契约者的身份 特性 Rush and Cash觉醒 女孩为了在多年不见的父亲面前刷好感度 故意制造肢体接触 没曾想一个文字框却跳了出来 所以天使给的特殊能力尽是这个 公爵没有任何表情 将女儿放在腿上 用手不断戳着她的脸颊 露露惊悟 这难道是小说中暴君变成女儿奴的节奏 然而公爵却说她像是生气的河豚一样 会议结束之后 公爵抱着她从白天一直到晚上 一整天都待在一块 最后天黑才放她回去洗走 露露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是因为早上说过要时刻黏在一起 所以才做出这种举动 但只一秒她就自我否定 而目前也有更重要的是 那就是白天出现的提示框 她正懊恼没能看完 提示框竟再次出现 特性Rush and Cash无法使用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觉醒条件 你居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这里 你该不会以为是欺诈契约在心里大骂了 被戳中的露露有些心虚 难道对着公爵的脸撒娇是觉醒的条件 随后文字框再次更新 使用金币召唤看过的小说 即可随机提取女主能力 对于阅文无数的露露来说 这简直太逆天了 生存下去肯定不是问题 哪怕要征服世界都不在话下 突然又一条消息弹出 能力并不完整 请凭自己的力量完善 条件获得召唤媒介 奖励500金币 露露想都没想就接下任务 开始思考召唤媒介会是什么 正常来说是神殿的圣物或者魔塔的宝物 不然就是贵族家族世代传承的传家宝 目前也只可能接触传家宝 但可怕的公爵父亲却是一大难题 想着想着他就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隔天他被安娜从梦中叫醒 笑盈盈的和几位侍女姐姐问好 看到桌上的珠宝之后忍不住发出感慨 真的是太漂亮 随后他竟神情低落起来 这些看起来实在太昂贵了 侍女们都表示这种完全可以随便带 他顺势询问 公爵府是不是也有专门存放这些的地方 领地的公爵府多的是那种房间 你想去看看吗 可以吗 我在小爱姐姐家里的时候 只要靠近那种房间就会挨骂 是你们很是心疼自家小姐 直接将她一把抱住 善良的露露反过来安慰道 没事的 因为现在我有你们这些为我担心的姐姐 瞬间所有人一拥而上将她团团围组 这让她的心里暖暖 安娜表示既然是第一次参观 那就要去看公爵府里最好的圣战之法 塔伦卡侯爵府的宝库和那里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然而就在这时 副官突然出现 公爵阁下邀请您共进早餐 女孩当了几年的苦逼侍女后被公爵带回府 第一次和公爵父亲吃饭 尴尬到抠出三十一听 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该这样 于是笑盈盈地打招呼 不出所料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因此决定专心吃饭 美味的布丁让她双眼放光 只一会儿就通通吃进肚子 看着空空如也的盘子十分失落 下一秒公爵就将布丁推给她 随后立马又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 露露本想让公爵尝一口 却还是打起了退堂 毕竟上一世她也没能有过父亲 不知道该如何相处 吃完饭之后 公爵盯着一旁的露露说道 你为什么不粘着我呢 随后将人一把提起 其实平常露露起床的时间 公爵早已不在府里 今天却特地在这里等着 公爵一言不发地将露露带到办公室 就这样静静地批改文件 这让露露很是怀疑 公爵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那句话才这么做 而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露露越发觉得公爵是个好人 可她紧急制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媒介 你怎么了 我想去看好看的东西 一旁的露西补充道 小姐今天准备去参观圣战之房 露露生怕会遭到公爵的质问 没想到公爵直接扔下堆积如山的文件 亲自带着露露往那边走去 圣战之房的豪华程度令人惊叹 很明显不是普通的保护 就在这时一旁的古书发出耀眼的光芒 露露一下就反应过来 任务中所说的媒介估计就是这 爸爸这是什么 这是一本封印书 是初代公爵遗传下来的至宝 女孩一副双眼放光的样子撒娇道 好神奇 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爱到不行的模样 却好像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她本想先战术性撤退 一个突发任务却跳了出来 说服公爵获得召唤媒介 奖励5000金币抽奖券 为了保险起见 露露根本不想接受 可拒绝任务或者任务失败 都会导致退出人生 并且接受任务可以获得提示 这很明显没得选 于是她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任务 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盯着公爵 准备接受所谓的提示 然而下一秒 公爵的脸上竟出现一颗爱心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冷漠的公爵变成女儿奴 竟只要一个亲亲 露露被迫接受系统给出的任务 下一秒公爵脸上就出现一颗爱心 拥有超强敏感度的她 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这实在是太难为情了 你的表情好奇怪 就像被勒住脖子的青蛙一样 公爵看她不断变化的神情 发出直男言论 露露赶忙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只要说服公爵就行 爸爸我会很小心的 真的不能拿出来让我看一下 拜托拜托 公爵听完神情更加凝重 手上的戾气也收了收 露露一脸的疑惑 下一秒更多的爱心冒出 还不断重复着 亲亲她 亲亲她 事已至此 露露放弃劝说 直接搂着公爵的脖子就亲了上去 不只是公爵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露露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下雨 身后的玻璃柜就全部破锁 等回过神来 古书已经在公爵手里 露露急忙伸手去拿 可公爵却拿着书回来挥去 好像戏弄似的令女孩抓破 实际上公爵只是在确认 书本有没有危险 一旁的辅佐官很是激动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公爵家的传家本 要是被小姐弄坏了就不好 可没想到公爵却阴冷地扭过头质问 这是你的东西吗 辅佐官瞬间闭上了嘴 露露开心地伸出手夸赞 爸爸最棒 这让公爵心里暗示 周遭的爱心变得更多了 露露立马又补上一个青青 这让女儿控的公爵 扁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以至于表情变得更加凝重 而接触到书本的那一刻 无数个文本框跳了出来 成功获得召唤媒介 发放500金币 发放5000金币抽奖券 获得辅佐官对你的赞叹 获得大管家对你的赞叹 家族内影响力小幅度提升 发放500金币 很明显根据人们的反应 可以获得奖励 被说服对象满意度达到最高值 即将发放奖励 男人的表情很是平静 丝毫看不出任何情绪 露露本想回房间 查看刚刚得到的奖励 却被公爵很自然地带到会议室 据这些天对卡伦塔公爵的秘密监视 发现他开展的魔力士开展事业 吸引了很多投资者 并且还都是一些大家族 原本这种事情有着许多变数 在确认魔力士品质之前不敢贸然行动 却因为有留言称怕埃拉顿家族也参与了投资 所以众人纷纷加入 公爵分析起了传出留言的可能性 要么这几个人会投资和公爵服务官 要么就是塔伦塔侯爵把消息透露给的那些人 露露一时不小心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瞬间现场安静如机 很明显大事不妙 公爵生气地当场发飙 女孩的一个动作 竟然让魔气暴走的公爵冷静下来 就在刚刚 露露不小心在会议上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她的身上 没办法她只能将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舅舅对着一个依着华丽的叔叔说父亲投资了 还给那个叔叔看了证据 是一张非常漂亮的卡片 虽然很黑但是一闪一闪 就是长这样的卡片 这个卡片的发行方是帕埃拉顿公爵家族 瞬间所有人都震惊了 有的斥责侯爵的罪行 有的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甚至还有人怀疑公爵是不是真的给钱 若是到时候没能挖出魔力石 那么公爵家族就会背上诈骗的罪名 身后的公爵一言不乏 露露扭头竟发现公爵正死死地盯着她 你是怎么听到那些话 露露以为自己被怀疑了 稍有不慎就是死路一条 瑟瑟发抖地解释道 舅舅和叔叔见面的时候 我正在给舅舅擦脾气 辅佐官很是疑惑 这几年公爵服每个月都给侯爵 一笔天文术字班的养育费 小姐怎么会需要做这种吓人该干的事情 露露慌乱解释不是这样的 舅舅说父亲没点钱就抛下我走 所以我需要洗碗擦地打扫卫生 她才肯收留我给我饭吃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相信 侯爵明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儿奴 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孩子做出这种事 露露尽力让自己的语气更加符合这个年纪 可却依旧没能获得在场人的信任 她生怕因为一句话就小命不保 于是立刻跪地擦起了脾气 委屈的泪水不断掉落 努力模拟那时的场景只求能被相信 够了 你们这是在责问谁呢 瞬间公爵愤怒的魔气穿过露露 将在场的人勒得喘不过气 让你想起了毫无意义的回应 公爵心疼地想要摸摸女儿 却还是往回收 明白心意的露露急忙一把抓住 魔气抱走的公爵瞬间被哄好 抱起女儿紧紧不在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 露露在卧室里缓缓醒来 还以为是侍女安娜将自己送回来 眼看四下无人 她赶忙拿出破旧传家宝研究起来 当她翻开书本的那一刻 一阵耀眼的光芒迸发而出 原本破旧不堪的书本变得崭新崭新 里面到底会是什么禁忌魔法 当她怀着激动的心打开之后 瞬间猛逼了 书本竟然是空白的 下一秒一个矿跳了出来 召唤媒介风印解除 特性使用限制解除 女孩拼尽吃奶的力气将公爵父亲哄好 获得了解风技能的传家之宝 忽然系统音响起 请用金币召唤小说提取能力 奖励一千金币 没想到一开始就给了想要的任务 露露随意挥动着手臂却没有任何反应 根据阅文无数的直觉来说肯定是内 确认四下无人之后 她念出的那段中二咒语 拥有如汽水般冰凉血液的存在 希望你能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展现粉碎憋屈剧情的力量 这实在太让人羞耻了 好在真的触发了剧情 请说出想要召唤的小说名昌 我的选择是 虽然是豪门 但我要逃跑 只要有钱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被赶走了 然而金币不足四的字赫然出现 真是一如既往的贫困潦倒 突然系统再次提示 是否使用5000金币抽奖券 露露高兴的大声回应 祈祷可以获得5000金币 可在恭喜之后 得到的金是100金币 目前一共1100金币 手气果然是一如既往差 突然她想起刚刚还有一条没有确认的消息 露露并没抱太大希望 没想到奖励金是小说租借券 还是整整三天 简直比5000金币还要好 露露开心的对着公爵办公室的方向归拜情 看来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收集金币 突然门外传来是你的声音 露露连忙将书本藏了起来 您一定饿了吧 看您睡得很香就没有叫醒您 没想到您居然在阁下的大腿上 睡得那般不省人事 露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一开始您只是点头打瞌睡 后来干脆四肢摊开呼呼大睡 大家都忍不住笑出声 还是阁下亲自将您抱了回来 露露现在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爸爸一定觉得我很麻烦吧 露西急忙解释 阁下真的很疼爱您 平常连两尺寸都觉得麻烦 今天却吩咐裁风过来为您定制 所以她只是对这种事情比较生疏罢 其他事女也是十分赞同 自从您来了之后 经常能看到公爵阁下展现和从前不同的样子 毕竟公爵家族的人和普通人不一样 露露十分疑惑这是什么意思 而露西急忙使眼色避开这个话题 因此露露认为帕埃拉顿家族肯定隐藏了什么秘密 要想办法打听一下 另一边露露的侯爵舅舅正大发雷霆 因为公爵的出手干预 她失去了所有的投资 就连银行也拒绝了延期还款 难道公爵知道自己造谣的事了 恶毒的她心生一计 叫来女儿克拉拉 想让她到公爵府打探一番 你想不想你的表妹 你去公爵府看看她怎么样 傲娇的克拉拉根本不把露露当妹妹看 认为就算见面都应该是露露来见自己 经过侯爵的不屑吹跑 她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一副施舍的样子 本小姐亲自驾到 她一定会感激万分的 此刻正用餐的露露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女孩想要贿赂侍女精心画了一幅画 侍女安娜看后夸赞她画的玻璃真好 而露露却撇撇嘴表示猜错了 这是我和安娜姐姐牵手的样子 安娜听后感动到痛哭流涕 不会把她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供奉起来 露露虽然不理解却大为震撼 给其他姐姐也都画了一幅 有的说以后要带着画进坟墓 有的说要贴满房间每天看着入睡 还有的看了上面的爱心 直接掏出小刀就要挖出心脏线给露 原本十分理智的成年人竟变得如此疯狂 就在这时安娜表示散步时间到了 今天是去玻璃温室 露露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 却因为跑得太快摔了个屁蹲 突然公爵出现在跟前 问她这是在干什么 我摔倒了 为什么 公爵很是不解 安娜姐是小孩子本就会经常摔倒 公爵双手插都不屑地吐槽真是柔弩 失踪的露露伸出手撒娇 爸爸您扶我起来吗 老父亲叹了口气默默将人抱了起来 看到女儿受伤的膝盖后 脸上瞬间阴沉 带着人就大步走向卧室 看着颜色越来越深的伤口 他决定亲自给女儿上药 一旁的侍女都窃窃私语 阁下能吐好吗 会不会让小姐的伤更严重吗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公爵的动作虽然僵硬却很是轻柔 小心翼翼地生怕将女儿弄疼 这也让露露感动得心里痒痒的 阁下服装店派人过来了 而且会议也快开始 应该把小姐放下来 公爵的神情变得阴沉 一言不发地带着露露往外走 原本等待开会的家臣们只能跟在后面 此刻的第三阶代是 服装店的店员正激烈讨论着 连续多年都给这位传说中的小公主制作礼服 每一件都价值连成 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 一旁的服装是尤特拉子更加紧张 公爵家族直系血脉的特征是 乌黑的头发 血红的眼眸 以及比野兽还要凶狠的强大气势 因此他不断给自己洗脑 就算长得像缩小版的公爵 也不能显得太失望 然而当他扭头一看瞬间惊呆了 甚至连鼻血都喷得出来 这个娇小可爱的萌妹到底是什么情况 直到公爵阴冷着让他两尺寸才回过神来 然而公爵却不舍地将女儿放下 直接在怀里养了情 尤特拉见状开始自己设计师的处事知道 小姐这样乖乖地趴在您的怀里 真的非常喜欢您 公爵心里乐开了花 嘴上却傲娇得不行 她非要粘着我真是麻烦 开始恭维讨好 我们家小姐确实很喜欢阁下 上次还坐在阁下的腿上睡得别提有多惬意 快看小姐抱紧公爵阁下的样子是不是很可恶 我家儿子都认不出我这个爸爸 我可真是太羡慕阁下您了 公爵的嘴角比AK还难压 随即赶忙恢复那严肃的样子 地旁的嘉诚再次出击 小姐您有多喜欢阁下呢 所有人都把爸爸最好的印在脸上 然而下一秒 露露抬起拳头 用手比划了一下说道 这么多 女孩只是用手轻轻比划了一下 在场的人瞬间冷汗直流 甚至连自己埋在哪里都想好 可没想到露露却话风一准 去掉这么一点 我全都喜欢 我对爸爸的喜欢 就像整个宇宙只去掉这么一丁丁 家臣们都被萌到不行 纷纷感叹这是天使降临 然而公爵却盯着她说道 我刚才没听清 露露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难为情的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听到我女儿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 小姐真的很爱阁下 您居然这么深受女儿的喜爱 好想知道您有什么秘诀 公爵心里已经暗爽到不行 下一秒竟发出疑问 为什么要去掉那么一丁点 露露原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下意识地回答道 因为我想要跟您一直一直待在一起 所有肯定会更喜欢您 公爵没想到自己在女儿心中竟这么重要 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不敢对视 却因此让露露会错了一遍 一旁的尤脱拉开是比对自己带来的衣服 发现尺寸竟比从前要小的不少 她并不知道 之前的衣服都被侯爵帽领给了女儿克拉拉 不过是穿款式还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公爵没开二度 拒绝将女儿放下来试穿 直接将所有衣服包了下来 我全要 按照她的尺寸修改好就行 睡觉是经浮发大残 要知道每一件可都是价值连城 不过我有个条件 袖口要么做得刚好 要么干脆做短一点 露露瞬间想起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明白公爵是不想再让她想起从前那顿 给人擦皮鞋的难过回忆 顿时感动地趴在父亲胸前 隔天侯爵的女儿克拉拉不请自来 看见公爵府的那一刻瞬间双眼放光 豪华的程度简直让人挪不开眼 然而这里还只是公爵府的别管 当马车在本馆停下的时候 克拉拉就遭到来自管家的质疑 我并没有收到塔伦卡侯爵小姐要来的消息 克拉拉不屑地表示自己来探望表情 不需要征求允许 随后就大步地闯了进去 当门推开的那一刻 这里的豪华程度令她惊叹不已 随后赫然出现的是公爵画像 帅气的模样已经令克拉拉叛变 甚至开始幻想自己被公爵当成女儿宠爱的样 据说怕埃拉顿公爵感受不到悲伤的情绪 这种人往往是孤寂的 姑父肯定也很希望我能靠近她 缓解她的孤独 这是肮脏的私生女做不到的 克拉拉兴奋地这么想着 仿佛下一秒就要拥有一切 可当她推开门见到露露的那一刻却愣住 她原本就是这样的发色吗 简直变了一个人 她是怎么做到的 白莲花跑到公爵府想让表妹难堪 没想到从前脏兮兮的表妹已经盼入了 眼看被无视 克拉拉咬牙切齿地说露露厚脸皮 露露才不惯着她 连声招呼都不打就上门 你的脸皮不是更厚吗 克拉拉被说得满脸通红 可只是一秒就恢复了那讨厌的嘴里 我来这只是因为你说太想我了 可你竟然这样对我 是不是太不知廉耻 毕竟你又不是公爵大人的女 短短几个自令露露崩溃 而克拉拉则得逞地笑 听我爸爸说 你的妈妈出轨后 生下了你这个肮脏的私生女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能这般厚颜无耻 紧着帕埃拉顿的名字留在公爵府 露露正沉浸在悲伤之中 一个突发任务跳了出来 赶快将这红薯一样 噎人的剧情彻底改变吧 成功奖励 两千金币抽奖券 失败惩罚重生者的特殊能力暂时消失 虽然是陌生的任务窗 却有种熟悉的感觉 她的斗志瞬间就被点燃 喂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不然呢 这里除了你还有谁 克拉拉十分生气 就你这种人也敢无数 露露丝毫不在乎 平淡地表示这才刚刚开始 这将克拉拉气得不轻 穿着漂亮衣服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公父只是看你可怜才好心收留你 你要是这么嚣张会被扫地出门的 看来我爸爸对你的教育没什么效果 露露不甘示弱 拿出这个身份该有的气势 塔伦卡侯爵小姐 你竟敢说我这个帕埃拉顿宫女放肆 你应该称我为宫女小姐 连这种基本礼仪都没学过吗 露露被自己的样子摔倒了 而克拉拉则气愤地强调 她是母亲出轨生下的私生女 你能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 当然 那我们就去问一下吧 说完露露就拉响了摇铃 对着前来的管家就要何时 谁让克拉拉竟突然大叫着坐了下 并对着赶过来的侍女李恩卖惨 你为什么要说那种不好的话 我可是为了你才来的 李恩明显还将露露当成以前的卑微侍女 冲着她就是一顿纸子 露露煞时间被从前挨打的记忆困住 好在有公爵府的侍女姐姐们撑腰 李恩依旧嘴硬说是露露犯错在先 随后还拿出一件破衣服 说是克拉拉给露露准备的礼物 你不是很想要这件衣服吗 你对我说的那些过分的话 我就不计较了 我们和好吧 毕竟我是姐姐 露露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击 突然身后传来公爵阴冷的声音 偷穿我女儿衣服的丫头还这么多话 她只是被女儿蒙晕了 却以为自己的症状是中了诅咒 原来一个小时之前 公爵还在皇宫出席会议 强大的气场令所有人汗流加倍 因为意见无法达成统一 有人提议可以休息一下再做决定 毕竟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小时 突然其中一名大臣说时间太晚了 估计来不及给女儿买闪电炮服 在被问及为什么不让下人去买的时候 伯爵表示下人买的哪能和爸爸亲自买的银 其他人也纷纷同意的付费 公爵默默听着 已经开始幻想女儿高兴的迎接 并给她一个轻轻的模样了 不过闪电炮服很受欢迎 估计现在已经卖光了 公爵仿佛看到女儿一脸的失望 这是他所不能容忍 于是脸上的神情变得更加下眼 所有人都认为是因为闲聊惹怒了公爵 可没想到公爵却开口问道 泰尔乔自觉 那家甜品店在哪里 明明只是简单的一个问题 可自觉已经连自己怎么死的都想好 因此所有人都不敢说话 只有一个缺心眼的人回应 却也在公爵的气势下毕了阻 会议继续进行 这时副官前来低声说了几句话 公爵一听立马火急火燎的就要离开 顿时现场一阵骚乱 究竟什么大事让公爵如此着急 副官真想告诉他们不必紧张 上次突然离开会议 是因为听说露露在家里擦窗 这段时间没有出席会议 是因为露露说想要和他宁在一起 而今天只是听说克拉拉来找露露 比起塔伦卡侯爵利用公爵家族名义片 他们虐待露露的是反而更令公爵生气 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毕竟怕埃拉顿公爵家族和普通人不一样 生来就不带任何情感更不需要任何交流 但露露却完全不一样 阁下用心疼爱小姐的样子真的很令人欣慰 因为她是帕埃拉顿的血脉 所以我理应保护她直到成年为止 难道您不觉得小姐很可爱又惹人喜欢吗 明明公爵一下就想起露露笑脸盈盈的模样 却嘴硬的不承认 你这样问也不无道理 毕竟老妖身上奇怪的地方不止一两点 她太容易摔倒了 而且还会扑 会对我说很想我 甚至亲了我的领 还坐在我的腿上睡着 更奇怪的是我 只要待在她身边 总想喂她吃东西 想喂她做点什么 甚至想要咬她一口 心脏也总是酥酥麻麻 像是有虫子在里面爬一样 这么看来无论是精神还是肢体症状都很严重 不通感情的公爵甚至认为 这是塔伦卡侯爵利用血清失下的诅咒 副官已经了然于心 这明显是妥妥的女儿奴娃 可她没有开口 只觉得总有一天 公爵会知道这种异常症状究竟是什么 离开前公爵让副官去打听贵族说的那家甜品店 顺便搜集一下其他专门卖布丁的店铺 以及小孩子的玩具店 随后公爵就这样满脸怒火的坐上了回府的马车 白莲花竟敢在女儿奴公爵面前诋毁 公爵立马让她知道死字怎么写 就在刚刚 公爵听说塔伦卡侯爵的女儿来找露露 立马终止了会议赶到家中 生怕露露受到伤害 偷了我女儿衣服的丫头还这么多话 没有眼力见的克拉拉笑着飞扑过去 公爵却直接无视 静止走过去抱起女儿 并问她的手里怎么拿着一件破衣服 这样的举动令自恋的克拉拉很是受挫 明明只是个肮脏的私生女 凭什么得到公爵的宠爱 她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您是不是很讨厌我 就算这样我也会原谅您的 毕竟您只是被谎言欺骗而已 我代替我的表妹向您道歉 公爵疑惑地重复原谅二字 这让克拉拉高兴地觉得上钩了 她骗您说我偷了她的衣服 我能理解 她肯定是想讨您喜欢才说那样的谎话 您应该是这样才对我产生了误会吧 露露从小就在恶意中长大 却也无法想象被父亲误解有多么令人心碎 乃至公爵的神情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历生质问道 那我之前看到的裙子是怎么回事 我去塔伦卡侯爵府接我女儿的时候 你为什么穿着我为她准备的裙子 露露这才知道 原来那天公爵说她寒酸 不是对她不满意 而是说她的打扮 大声反驳那是爸爸买的生日礼服 每年都是如此 这下公爵知道女儿每年的衣服都被抢走了 那是我的礼服 不是这个低能儿的 公爵怒了 竟敢这样羞辱自己的女儿 瞬间魔气飘散而出 克拉拉害怕地解释 所有人都是叫她低能儿 包括父亲和福利的人 公爵此刻仿佛从地下爬上来的阎罗 威亚连成年人都受不了 何况是小孩子 难道你没听过关于我的传闻吗 人人都说 帕埃拉顿公爵是穷凶极恶的杀戮者 感受不到悲伤的男人流下的泪都是别人的血 克拉拉还敢口出狂言 说露露是偷走她位置的肮脏丝生意 公爵瞬间变得更加可怕 魔气暴走令克拉拉差点窒息 在最后一刻公爵勉强将自己压制下来 还是让你活着比较好 滚吧 恢复平静之后 露露坐在公爵的腿上喝起了牛奶 刚刚发生了什么她并不清楚 只觉得周遭突然按了下来 感觉却十分柔软舒适 等到视野再次清晰起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这时侍卫们突然进来跪了一地 公爵立声质问 该怎么向没有看好家的人问罪 所有人都齐声请求赐死 是我一时疏忽没能照看好小姐 甘愿以死谢罪 露露整个人都猛了 难道真的会因为这种小事就让他们自裁吗 然而公爵一脸冷漠 侍从们也纷纷掏出配件对准脖子 很明显是来真的 千军一发之际露露出声制止 不要啊 只因女儿受到了一丁点的伤害 公爵父亲就要所有侍卫以死谢罪 露露急忙大声制止 称两人只是发生了一点争执 小孩子之间都是这样互相打闹着长大的 所以他们不必受到惩罚 公爵冷着脸朝副官寻求答案 在得到肯定之后 这才放松下来 见女儿将奶沫喝得满脸都是 调侃她这是长了胡子 随后自然地擦掉 并放入口中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到变形 公爵竟然会做出这么反常的行为 瞬间他们盯着露露的眼神变得闪闪发光 无数的文本框跳了出来 加成了无比感激你的恩情 辅佐官对你表示赞叹 管家 是你 下人对你表示尊敬 发放奖励五千金币 露露顿时喜出望外 不是五千抽奖券 而是实实在在的五千金币 一旁的辅佐官笑嘻嘻地拍马屁 小姐似乎心情很好 应该是觉得坐在阁下的腿上很舒服 公爵明明乐翻了 却傲娇地表示搞不懂为什么女儿会这样 只有露露知道他们想多了 却也不想泼冷水 结束之后她累得瘫软在床 突然系统显示任务部分失败 重生者 把飞机消失 露露看着惩罚摸不着头脑 自己身上原本究竟有什么 爸 就在这时公爵敲门进来 惩罚跑气的汽水突然启动 露露原本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下一秒整个人都不好 好啊好困紧吃饭 她在床上爬来爬去 随后大声说道 范范 公爵还在一脸疑惑 露露以为没有十分委屈 又大声说道 那就给我饼饼吧 甚至还在结束的时候拍了拍公爵的大腿 这一系列做完 她才短暂恢复了理智 所以惩罚是失去重生者的思考能力 那岂不是会变成小孩子 露露补救般的给公爵揉揉土 生怕自己小命不保 突然公爵问起了那本传家宝 露露再次变成小孩子 脱口而出说那本书已经变得很漂亮 好好地放起来 下一秒公爵的身上开始发光 露露朝着脑袋上的爱心就摸了上去 我像这样夸了她漂亮 我夸您了 您应该说谢谢哦 我也会谢谢您 露露偷瞄着一旁的公爵 想看看她被夸后是不是很高兴 可公爵笑了一下 却问起了那本书 你说那本书变得很漂亮 我还挺好奇的呢 这时露露的理智再次恢复 此刻的她已经汗流加倍了 三岁女孩身体里住了个成年人 却因为惩罚随时会切换成小孩子 此刻清醒的她决定坦白从宽 却在开口前紧急停止 毕竟那本书那样珍贵 要是被知道变了样 公爵怕是会觉得她是惹祸惊 所有人也都会对她嗤之以鼻 可她还是鼓起勇气 想当一个诚实的人 然而当她抬眼一看 公爵的脸净比锅底还要黑 于是在强大的刺激之下 露露再次切换成了小孩子 瑟瑟发抖的撒谎说书本没有换 随后就大哭起来 您不是我的爸爸 可怕的爸爸是别人家的 我又不是故意把书弄成那样的 您就这样下火还瞪我 而且我的爸爸很帅 还有钻石矿山 我的爸爸很喜欢我 才不会这样凶我 空气顿时安静下来 只剩下露露的抽气声 照理说公爵会因为她的不负责任 和撒谎的行为而感到失望 可现在她却不想责怪你 反而想要伸手安慰 却在碰到头之前被拒绝 我讨厌你 您不是我的爸爸 公爵顿时不知该如何反应 默默地退了出 夏英兹尼老师回答我 我长得很丑了 管家一脸的迷茫 这个帝国最帅的男人在胡言乱语什么 得知刚刚发生的事情之后 管家简直不敢相信 恰巧在这时 露露的几个贴身侍女 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 公爵立马走进问他们拿的是什么 在公爵害人的威压之下 安娜首先交了出去 然而公爵看到上面的波罗呆住了 这难道是什么暗语吗 安娜扭扭捏捏地说 这是露露送的的 其他侍女也开心地介绍起来 这是我和小姐牵手的样子 这是我紧紧抱着小姐的样子 我收到了三张呢 当然这些肯定比不上您的 毕竟您是她的爸爸嘛 小姐肯定送了您很多吧 都给您画了什么呢 肯定是帅气的爸爸吧 所有人都一脸期待 然而公爵却阴沉着脸说道 我什么都没有收到 瞬间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另一边恢复理智的露露 正懊悔的框框砸床板 可恶的惩罚 现在完蛋了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公爵只说了一句话 就解开了父女俩的误会 就在刚刚公爵本想安威 受到惊吓的女儿 没想到女儿反倒因为她哭了 而且侍女们都收到了话 身为父亲的公爵却连根毛都没有 不怕死的侍女顿时化身 名侦探柯南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姐对阁下很是厌恶 其他人急忙将她捂住 而安娜为了挽回局面 询问露露在哭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她说我不是她的爸爸 还说讨厌我 侍女们激动坏了 或许您哄她的时候没抱她 有没有温柔地笑着安慰她 公爵很是不解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安娜对公爵的无知表示震惊 您再去看看小姐 既然是您弄哭的 那就应该您亲自去哭 公爵对此十分纠结 但还是决定再去一趟 不过你们知道范范是什么吗 还有饼饼 这样的词汇瞬间引起 所有人的尖锐暴敏 而独自待在房间的露露 已经郁闷化 本来就不是亲生女儿 还说这种话 真是太要命了 安娜询问露露 要不要吃点东西 可露露却因为 这是一点兴致都没有 安娜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小姐还是喜欢 公爵阁下品质的 露露急忙大声制止 下一秒公爵就捧着食物走进来 一脸悲壮地对着女儿说道 吃饭饭吧 露露满脸的猛逼 却还是将所有的食物吃了个精光 味道和您的口味吗 公爵突然的客气 让露露疑惑发愣 哪知公爵再次提醒 请回答我的问题 露露更加不知所措 一旁的公爵拿着小超嘀嘀咕咕 他们明明说让我要尊重孩子 到底有什么问题 公爵叹了口气 直接将纸张捏碎 第一次决定和孩子谈谈心 你今天是不是被吓到 这里没有人能伤害你 不管是塔伦卡侯爵还是他的女儿 露露这才知道 公爵刚到房间 特地进来哄他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小孩子 露露决定好好表现 其实我刚刚说讨厌您是假话 真的吗 那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吗 其实露露很想问公爵 为什么把他丢在那种地方 为什么从来都不曾出现 可还是为了讨好笑着说没有 然而公爵却毫无征兆地拆穿 可是我把你丢在那里那么多年 露露下意识地说公爵肯定是有苦衷的 肯定是有苦衷的 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既然已经回家了就没事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想 不管有什么苦衷 我都不该把你丢在那种地方 所以你可以尽情地哭出来 听到这话 露露的情感再次战胜理智 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垂着公爵父亲的胸膛不断控诉 您怎么这么晚才来 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 您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您知道我有多想念您吗 公爵看着女儿伤心的模样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急忙将她一把揽入怀中 是我错了 对不起 简短的八个字让露露十分温暖 此刻两人就像是真正的妇女一般 而公爵是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爸爸 很多小伙伴们问露露上门看 认准这个APP 打开之后完整输入露露看韩曼 点击这个即可免费看 或者认准这个黑色小方块 点击放大镜 输入我是团丑 点击即可观看 快去抢鲜血 四岁小娃娃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公爵父亲当场怒 这天公爵正开着紧急会议 外头不断传来叽叽叽的吵杂声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也 毕竟公爵是不可能容忍这种噪音的 当声音变得急促 公爵突然神情严肃 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 打开窗就向着庭院跳了下去 众人都搞不清状况 视线紧跟在后 原来这种声音的来源是露露 此刻她的惩罚正随机生效 爸爸快来抓我 可爱的模样就像小棉花团 所有人都紧张不已 生怕公爵会对她发脾气 可没想到公爵却将她一把抱起 甚至笑着提醒 摔倒了会痛痛的 谁敢相信这种叠词 会出现在嗜血的公爵口中 会议开始之前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所有人都要多加留意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紧张到不行 乃至公爵却一边按着露露的鞋子一边说道 如果发出这种声音不必担心 但如果发出这种急切的声音 就要立刻进入临战状态 如果你们不想知道 我女儿出事会有什么后果的话 就都给我记清楚 瞬间所有人都被迫打了鸡血式 斗志昂扬的表示 会将这种声音当成战争的好景 为了小姐全力以赴 此刻的露露 从惩罚状态中解除 整个人都羞耻不已 这时家成们提到 是否让露露参加凯旋仪式 公爵认为女儿还太喜 没必要那么早让别人看到 既然如此 那我就将小姐的名字 从名单上挖掉 听到这里 露露突然双眼放光 扯了扯公爵的衣服小声问道 爸爸我叫什么呀 还有我现在几岁了呀 众人都是一脸的惊恶 就连会议都紧急中断 从前在侯爵府 没人喊过她的名字 称呼永远是私生女 肮脏的垃圾 低能儿 所以她十分想要知道自己的姓名 露露以为闯祸 独自一人坐在房间胡乱猜测 没必要回想 突然公爵的声音传了过来 虽然还是一脸的严肃 可如今的她已经明白 父亲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名字和年龄 但是我一点都不可怜 因为我有名 公爵笑着戳了戳女儿的脸 表示赞同 没错 露雅狄沙 你的名字叫做露雅狄沙 露露的记忆被唤醒 墙堡中的她隐约听过这个名字 您再叫我一次吧 好的 露雅狄沙 就这样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露露一睁眼就看到了一副口水面具 公爵父亲正直勾勾地盯着她 女孩一睁眼发现自己正躺在公爵父亲怀里 瞬间吓得后退了四百米 十分疑惑父亲怎么会睡在这里 突然昨晚的记忆袭来 原来是惩罚生效的 她哭着闹着不让走 还说走了就会讨厌父亲 瞬间整个人都羞耻不已 公爵一边宠溺地喊她小夫包 一边细心为她擦去眼泪 然后将自己被露露口水弄湿的外衣吞去 一道猙獰的伤口露了出来 您是不是很疼啊 公爵口中说着还好 手上却将女儿的眼睛蒙了起来 生怕她会因此害怕 可露露却主动将手拉了下来 询问这是不是在战场上受的伤 公爵失口否认 露露也没再过问 直接爬过去呼了起来 受伤的地方就应该这样呼呼才不会疼 这是很久以前的伤早就不疼了 但是那时我没能为您呼呼呀 只要受到了伤害就会疼 痛痛全都飞走吧 公爵对此有所触动 毕竟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神亦是如此 那你刚来府里生病的时候 我也该对你这么做 这是露露所不知道的 那时的公爵每天晚上都会去看她 因为提前从前线回来的缘故 皇帝十分不满 因此她每天都要去皇宫 直到深夜才能回来 我在前线的时候从不感觉疼 因为我只想着快点把你带回家 这些是露露从未了解过的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被抛弃了 公爵不忍地摸了摸女儿的脸 诚恳地道歉 而露露也在当下就原谅了她 不过要是待在自己家 就算您不在也会好很多吧 然而公爵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你是个特别的孩子 因为你天生没有魔气 露露以为自己会被怀疑不是亲生女 没想到公爵却只是说 没有魔气的她和普通婴儿没什么区别 如果留在家里 会因为承受不住哥哥们散发的魔气而夭折 我在家的时候会有所不同 但那时我必须出战 塔伦卡侯爵作为你的舅子 主动提出愿意照顾你 为了保护你 我才将你送了过去 这期间我还收到了报告 称你在那生活得很好 公爵自责地向女儿道歉 但露露知道公爵只是为了保护没有魔气的她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塔伦卡侯爵 我希望你能知道 我从未想过抛弃你 露露终归还是问出了那个困扰许久的问题 就算我没有魔气 你依然是我的爸爸吗 公爵的态度坚定且认真 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如此 露露终于支撑不住放声大哭 两人就这样紧紧相拥在一起 她之前对恶魔提了很多要求 但其实从小就是孤儿的她 唯一想要的也就是相亲相爱的家人 仅此而已 女孩直到今天才知道自己四岁了 生日是十月十一日 而今年也已经过去了 公爵父亲发现她的失落 承诺庆祝五岁生日的时候 会比皇族还要盛大 露露知道父亲是在为从前感到愧疚 于是出言安慰 爸爸每年都给我送了礼服作为生日礼物 虽然被克拉拉抢走了 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说到这公爵就十分愤怒 那对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妇女 竟敢抢走属于你的东西 公爵面露凶色 但一旁的露露却十分开心 因为父亲哪怕是在战场上拼死厮杀 都不曾忘记她这个小女 我还以为您不喜欢我生日那天呢 公爵对女儿说的话很是不解 而露露其实一直不敢询问关于母亲的事情 但是今天还是决定弄清楚 舅舅说在我出生那天 妈妈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公爵愤怒到魔气四散 却还是极力地克制自己 将女儿揽入怀中耐心解释 你的母亲不是那天变成天上的星星 她不仅给你喂过奶 还亲自给你起了名字 露露开心地笑了 现在知道后更喜欢自己的名字了 看来妈妈很喜欢我 她很爱你 甚至都舍不得把你从怀里放下 你的生日是应该庆祝的日子 所以以后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地度 公爵的手很粗糙 但在露露眼中却是最大最温暖的手 尽管她很好奇母亲去世的原因 但为了不让父亲伤心还是没有追问 我们约定好了 您永远是我的爸爸 公爵笑着伸出手和女儿拉钩 去做着幼稚的动作 盖章 签字 复印 做完这些露露才觉得心情舒畅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您都是我的爸爸 也不知道小小的他哪来的力气 竟让公爵的手红肿起来 这时公爵打了他的措手不及 哪怕我长得不帅也一样吗 哪怕我没钱不会对你百依百顺也一样吗 露露这才想起之前惩罚生效说过的话 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 公爵自问自答道 你不用担心 这些条件我全都符合 不愧是来自第一美男 第一富豪的自信 对我百依百顺的条件也满足吗 公爵笑着回答 当然 心里坚定地想着 就算让他去死也会甘之如意 先前会议上得知露露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众家臣都十分愤怒 毕竟前几年连养育费都被私吞 公爵断了塔伦卡的资金来源之后 有眼力见的投资者纷纷撤资 而投资了魔力时的大人物也都在看眼色 如今是金钱与权力的时代 比起贫穷的贵族 富有的资产阶级更占优势 公爵清楚地知道 当塔伦卡像这样一点点失去一切的时候 将会觉得无比悲惨与痛 不过比起女儿的遭遇这还远远不够 四岁女孩终于第一次召唤小说提取能力 就在刚刚 露露正心安理得的赖床 耳边却不断传来叮铃叮铃的闹铃声 她生气地起来大骂 却发现一个文本框跳了出来 怕埃拉顿公爵正在计划打击塔伦卡 得知这个消息的露露很是高兴 可系统却预判了她的预品 你该不会开心吧 真正的汽水剧情是亲手报仇 秘露一整个吃惊不已 从常识出发 一个四岁的小屁还该怎么报仇啊 然而系统并没有停下 要求她收回塔伦卡用养育费购买的财产 拒绝任务将会增加惩罚生效的概率 而任务进行期间解除惩罚状态 看到这露露瞬间改变主意 当场接下了这个任务 她拉开一旁的抽屉 决定使用小说租借权 瞬间系统音响起 请说出你要召唤的小说名 露露小手100当即决定就是这个 在逆后宫引诱了十个男人 提取其中女主的能力 其实她也没想到会召唤这部小说 因为里面的剧情比较无聊 当初看了一半就没看下去 根据当前等级 只能随机提取其中一种能力 可露露却自信地伸出手 认为是弥补那100金币不幸的时候 能力效果 指定对象的感情状态 将以信息的形式标出 这相当于是读心术 然而因为没把这本书看完 因此不能得到完整的能力 不过这用来对付侯爵应该绰绰有余 与此同时塔伦卡侯爵正被逼着退还投资款 他不紧不慢地拿出当时收养育费的制品 还说公爵是故意放出假消息 就为了清退其他投资者 这样才能独吞利润 少部分人持怀疑态度 毕竟这种谎言很容易被拆穿 但在所有人眼里 帕埃拉顿家族确实是臭名远扬 做出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 这时议员提出想要看两人的契约书 证明公爵确实是参与了投资 却被狡猾的塔伦卡三言两语的忽悠过去 但依旧提出要一点时间考虑考虑 就在这时管家通报有客来访 是帕埃拉顿公女 男人得知被自己虐待的侄女回来了很是高兴 认为她肯定是受不了帕埃拉顿公爵的折磨 才逃回来 如果这时候好好哄一哄的话 就可以利用她再多骗一点钱 到时候就谎称公爵听说大家要撤资 所以又追加了投资额就好 男人自信地觉得 温室花园的场景肯定将露露迷住了 这会儿在哭着喊着想要回来 可当她兴冲冲地推开门一看 却发现露露打扮得十分高级 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于是强装镇定地问道 听说你是来见我 露露笑着回答是来拿回自己的钱的 随后就默默对着男人开启了读心术 听到这话的塔伦卡瞬间变得凶狠无比 像是要把露露生吞活泼一样 一旁的侍卫想要上前保护 却被露露拦了下来 我没有把你丢在马路上 而是把你养这么大 你应该感恩待的 此刻男人怀疑露露是不是吃错药 还是精神不正常 魔力士矿山和开采拳 不都是你用我的养育费买的吗 男人依旧狡辩 说那是帕埃拉顿公爵给的投资金 所以说到底都是用帕埃拉顿的钱买的吗 塔伦卡虽然十分生气被露露戏耍 却恢复了从容不迫的心态 这让露露很是不挤 难道他担心的不是这个 与露露试探性的网魔力士矿山提 果然引起了男人的不安 您为什么这么慌张吗 就好像在极力隐藏什么一样 看着真可怜 很明显男人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内心动摇的十分厉害 就在这时是从前来低声说了几句话 塔伦卡便急匆匆的离开这里 露露心都快碎了 这下还怎么完成任务 正当他盘算着去偷文件的时候 一旁的侍卫表示有贵族在这里 好像做好了神妖决定等着侯爵过去 露露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很好公开处刑的时间到 接待室内 几位投资的贵族决定取消撤回投资的决定 这可把侯爵高兴坏 然而下一秒露露的声音响起 我觉得各位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帕埃拉顿公爵的女儿露雅狄沙 在此问候各位 四岁女孩只是略施小记 就让我们大家看破了恶不舅舅的真面目 就在刚刚露露闯入了接待室 阻止在场的贵族们取消撤资的决定 塔伦卡暴跳着让露露滚出去 却被其他人制止 你刚才让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是什么意思 露露没有着急说 而是先踩红屁夸了一顿 这无疑令大家心情愉悦 随后再抛出自己的疑问 舅舅说我爸爸投资了魔力士矿山 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原来帕埃拉顿的投资 是魔力士里有魔力的保证 大家认为拥有魔器的家族可以感知到魔力 这相当于百分百的胜利 但是我爸爸否认了呀 塔伦卡急忙拿出那个质品 证明投资的真实性 可露露却问出了关键信息 既然那座矿山充满了魔力 只要开采就会大发横财 舅舅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的投资 塔伦卡还想用开采需要大量资金糊弄过去 可露露却没让他得逞 难道您私吞我爸爸的钱还不够用来开采 瞬间所有人都被蒙到偷笑 他们认为申请开采权和开采 都要耗费巨额资金 因此才要进行集资 然而露露自信的插腰黑黑一笑 我知道 但是我爸爸可以支付得起全部费 那他为什么只给舅舅投资那么一点点钱呢 当然应该自己投资 然后独自获利才对 为什么舅舅要找这么多人一起 然后只赚一点小钱呢 在场的人已经开始动摇 露露却突然不知道从哪拿出支票簿 塔伦卡瞬间冲上前抢博 却被一旁的伯爵抢先拿走 很明显在过去的一年里 怕埃拉顿公爵给的已经完全足够 露露在这时候提醒到 今年春天和夏天的时候 舅舅府里的客人尤其多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塔伦卡其实已经偷偷开采过矿山 发现里面没有魔力 为了弥补亏损这才拉人投资 到时候再把责任全部推给 帕埃拉顿家族 至此一点解开 露露高兴地冲着他伸出手 舅舅您会把钱还给我了吧 被您私吞的我爸爸的钱 很多小伙伴们问露露上哪看 或者认准这个黑色小方块 点击放大镜 输入我是团丑 点击即可观看 快去抢先炫 四岁女孩开启毒心术 攻破恶毒舅舅的防线 不仅拿回了矿山的所有权和开采权 还讨来了度假圣地的别墅以及马场 任务成功完成 获得3000金币抽奖券 三位贵族对你今天的行为赞叹不已 在家族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露露正沉浸在提示的欣喜中 下一秒惩罚状态再次生效 恰好此时三名贵族出现 露露笑嘻嘻地介绍自己 我叫露雅狄沙 是妈妈亲自取的名字 今年已经四岁 众人十分惊叹 他刚刚的言行举止完全不像四岁小孩 现在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 怕埃拉顿公爵为什么要给塔伦卡侯爵钱呢 露露开心地举手说自己知道 随后在德瓦特伦公爵耳边说道 因为爸爸很爱我 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最爱爸爸 可爱的模样瞬间俘获了爷爷被贵族的心 几人其乐融融 直到家臣提醒太网回去公爵会担心 这才挥手告别 露露离开之后 索罗德侯爵老觉得十分疑惑 好像之前在塔伦卡府见过露露 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两人根本是天狼之别 然而一旁的伯爵却好像一有所指 小孩子的恢复能力是很惊人的 仿佛拥有无限可能一般 我很期待他以后会成长为何种 很快马车抵达公爵府 家臣对着露露感动的痛哭流涕 明不愧是怕埃拉顿的血脉 拥有这么出重的口才 竟然没有魔契都能令人幸运 露露见状急忙为他擦干眼泪 却刚好被女儿奴的公爵撞紧 你跟我的女儿关系还真好 就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家臣的魂都快飞走了 而处于惩罚状态的露露却不明所以 拉着她的手蹭来蹭去 这样行了吧 我可是遵守约定的好孩子 这下公爵的怒火更旺了 什么约定真令人好奇呢 说完他就拖着人离开了这 而这时管家带着一众侍女出来迎接 对着露露就是一顿嘘吻问问 露露由衷地笑了出来 如今她也是有家的人了 人人惧怕的公爵竟认为女儿是个危险的存在 明明没有魔器却能控制他人的身体 就比如现在 她就十分想要抚摸女儿柔软的头发 一旁的副官发现公爵表情严肃 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很奇怪 我的小女儿似乎能控制他人 因为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没有魔器的人 所以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能力 公爵十分认真的阐述了自己被控制下的法 副官一听便知道这种症状通常称为女儿奴 可十分会审视夺势的她并没有拆穿 而是附和这确实很严重 突然公爵十分郑重地问陆陆 你确定你真的理解我说的话吗 陆陆自信地回答是的 只是一个笑容就让公爵心里框框砸墙 甚至还是爱心形状 果然有很强的杀伤力 那么我来确认下这个无比重大的问题 如果有人摸你的头该怎么做 不行不行 要是有人戳你的脸颊呢 不要不要 那要是有人邀请你去吃零食呢 脏脏脏脏脏 万一有人亲你的脸蛋呢 打你打你 那如果有人想要抱你起来呢 有人贩子 一旁的副官已经被自己家主子惊到说不出话 女儿奴事垂了 然而就在这时 公爵突然想要摸摸女儿 却被陆陆三重拒绝 不行 不要 人贩子 公爵怎么会想到自己竟然被无差别攻击了 难受的浑身颤抖 下一秒陆陆给了致命一击 直接将他的手拍掉 脏脏 打你打你 好家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陆陆并没发现老父亲的异常 甚至还十分期待地问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 原来这就是扎心的感觉 当天晚上 公爵就带着一众侍卫 闯入塔伦卡侯爵斧大开杀戒 男人不知死活地让他立刻离开 否则就要上报给皇帝 然而暴怒的公爵怎么可能会有所忌惮 眼看着就要人头落地 塔伦卡突然大喊道 姐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承认虐待帕埃拉顿宫女是我的错 可是她又不是您的亲生孩子 她是我姐姐与其他男人私通生下 话音刚落 侯爵斧就被掀了个底朝天 公爵瞬间魔气肆意质问道 你说我女儿什么 男人不知死活地在女儿奴公爵面前诋毁 称外甥女是姐姐在外鬼魂生下的孩子 公爵当场暴怒 立即给了小舅子一刀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死 正当塔伦卡因此而开心不已的时候 公爵却拿走代表塔伦卡家主身份的印章戒指 前代塔伦卡侯爵托我转杠了 像你这样的人别说是侯爵之位 就连塔伦卡的姓氏都配不上 这无一笔杀了他还难受 公爵要他带着这份痛苦了却余生 隔天塔伦卡被剥夺爵位贬为庶民的消息 就传到了露露的耳朵里 原来一开始塔伦卡也只是临时的代理家主 很多财产和精力都接触不到 因此为了获得认可 他开始胡乱开展事业 可却被查明涉嫌诈骗 因此被剥夺了一切 现在就连夫人都在和他打离婚官司 露露问起了克拉拉会怎么样 原来侯爵夫人想要带走女人 但克拉拉却哭着闹着不肯 认为那样就从侯爵家族的人降级成了子爵 那个丫头在公爵家族 而我却要去子爵家族 我不同意 我要去找前代侯爵大人 说完这些情况 南希就被叫过去收拾行李 看几人的阵仗 好像要把整座府邸都搬走似的 一周后等公爵参加完凯旋仪式之后 他们就要离开帝都前往帕埃拉顿公爵领地 露露没想到自己的爸爸 竟然就是罗幻小说的定式北部大公 虽然无比冷漠 但是对自己的女儿却非常温柔 简直是太棒了 就在这时一则消息跳了出来 关联任务已到达 希望你以后也能努力赚钱发大财 露露根本不想理会 自己都这么有钱了干嘛还要工作 然而当她看到任务的那刻却震惊了 不仅没有失败惩罚还奖励一万金币 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错过 她当即就接下了任务 目前进行中的任务有两条 露露这才发现自己没有认真审题 导致任务没能完成 当即懊悔不已 露露的自言自语的话让侍女姐姐疑惑 为了不暴露赶忙装作再和小仓鼠说话 这将侍女们蒙得不行 我们家小姐真是太可爱 跟照顾少爷们时所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 露露一听当场来的兴趣 哥哥们肯定和爸爸一样帅气 于是她十分期待地问道 我的哥哥们是什么样的人呀 然而迎接她的是侍女们难以言喻的表情 真是不祥的预感 很多小伙伴们问露露上哪看 或者认准这个黑色小方块 点击放大镜 输入我是团丑 点击即可观看 快去抢先炫 女孩穿越到小说世界四年 终于见到了传闻中帅气的哥哥 今天是公爵回城的日子 管家早早地就将府邸装扮成原来的样子 只有这种暗非庄严的可怕氛围 才配得上公爵 一旁的侍从提醒 这样的环境怕是会吓到小姐 毕竟传闻中公爵回来是为了她 然而管家却根本不相信这种谣言 迎接阁下回归的事情容不得松懈 与此同时露露正在回城的马车上 穿着毛龙白熊衣服的她被热得满头大汗 公爵很是不解这么热 为什么不说调 可露露却认为这是侍女姐姐们的一番心意 虽然热却很让人很是开心 公爵十分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这可能就是虽然麻烦起无用 却让人想要默许的感觉 露露知道父亲说的是上次给她伤口呼呼的事情 不高兴地督着嘴解释 在您受伤的时候没能及时给您呼呼 如今虽然已经晚了 我也想做点什么补救 没想到您却说麻烦 突然公爵伸出手揪了揪她的小脸 满脸宠一切认真地说道 露露谢谢您 很快马车来到了北部的府 所有人看到露露的反应都是不敢置信 内附属于公爵家的狠心去麻烈 突然露露因为天气寒冷打了个喷嚏 公爵立刻黑着脸问她是不是很冷 这让管家惊呼不好 主子这是要让小姐永远都觉得冷的节奏 然而露露的几个贴身侍女却大呼小叫 紧急情况 小姐打喷嚏了 快带可爱的小姐进去 北部的侍从都觉得他们是疯了 这不是妥妥的送人头吗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公爵直接将露露抱紧就往室内走去 谁敢信这是不久前冷漠无情的嗜血公爵 就在这时两个哥哥出现在楼梯上 绝美的容颜让露露当场倒戈 直接给这个世界打了十分 为了留下好印象 他笑容满面地介绍自己 本以为三哥沙利温是个纯内男的 没想到男孩瞬间变脸嘲笑 也就是那个弱不惊松的丫头 既然已经接到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露露已经当场实话 可三哥却还扭头警告 太过柔弱是很容易死 露露被吓得说不出话 二哥阿雷斯却主动靠近虚航问 帝都比这里冷不多了 你一定很冷吧 我的妹妹可不能被冻坏 露露瞬间将二哥当成自己的光 甚至在心里感谢起了那个恶魔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紧 哥哥竟然对着可爱的妹妹动起了手 就在刚刚露露终于抵达父亲的北部浮土 寒冷的天气令人难以承受 却同时也是泡温泉的好时机 这种事是前世的他想都不敢想 温暖身体之后 换上舒适的衣服简直绝了 是时候去攻略哥哥们 露露开心的和两人打招呼 二哥阿雷斯也笑着招呼他过去 女孩高兴的迈着小短腿飞奔起来 随后轻轻跳上座位 然而三哥沙利温却显得十分不高兴 打过招呼不就行了 还要安排这种场合拉近关系做什么 露露一听不乐意了 好在阿雷斯转移了注意力 我第一次见到你被吓了一跳呢 没想到我居然有这么惹人喜爱的妹妹 让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吧 从这一刻开始 露露将二哥奉为天使 两人有说有笑十分和睦 然而一旁的阿雷斯却很是不屑 你是吃错东西了吗 这种弱不禁风的丫头有什么好的 她很可爱啊 看来你的眼睛是出问题了 露露此刻更加确信二哥是天使 自己要是有这么没大没小的弟弟 肯定会暴揍一顿 话虽如此三哥的颜值是真的绝 让露露不自觉地对着他傻笑起 你这是什么表情 让人好不爽 露露解释 视线被好看的东西吸引是没办法控制的 这是人类的本能 一旁的二哥瞬间失落 原来你喜欢沙利温那种类型的呀 这下露露慌了 天使大人怎么能露出那么难过的表情 于是他急忙大声遍及 阿雷斯哥哥最帅 比三哥好很多很多 这下躺着也中枪的沙利温不高兴 魔器请客间就要抱走 然而系统却再次跳了出 教训一下这个无知的人 让你的身为大震了 露露认为和家族里的个别人关系不好也没关系 可系统却不让他如意 拒绝任务就会退出人生 既然这样无论如何都要攻略他 下一秒沙利温的魔器便朝着露露飞来 可在最后一秒竟被阿雷斯单手接住 男孩一改往常严肃说道 不要这么过分地欺负妹妹 女孩为了活命竟装起了电视剧中的白莲花 就在刚刚 三哥对着露露发起攻击却被二哥拦下 没想到却让沙利温兴奋 认为对付他更加有趣 露露在心里庆幸天使大人没有被激怒 可下一秒 阿雷斯就要教教弟弟什么叫做长幼勇序 眼看两人的魔器将茶杯震到抖动起来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十分兴奋 城门失火殃及吃鱼 好不容易开始的罗幻生活不能就这样结束 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对不起 这全都怪露露太可爱了 你们不要为了露露打架 这么一搞两人瞬间冷了下来 就这样呆若木鸡地盯着女孩 你们两个露露都喜欢 所以露露以后会适当克制自己的可爱 真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两人瞬间没了脾气 就此结束了这场危机 露露知道就算稀里糊涂地解决了刚刚的困境 却不能就这样算 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大事 不过看过无数的罗幻小说的他 对解决这件事很有信心 可惜的是都比脸还干净 没办法召唤女主的能力 否则拿下沙利温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目前能使用的就是剩余的毒心术和罗幻知识 无数的小说女主 我一定会谨征各位的教会 从隔天开始 露露就一直跟在沙利温的屁股后面 这让男孩很是恼火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 还穿了一双吵得要死的鞋子 露露装作十分害羞的样子 表示自己想和他一起玩手 而且这双鞋子是爸爸让我穿的 这下绝对服从父亲命令的三儿子没话说 可他扭头却说道 阿雷斯那个家伙不在 没人可以保护你 你说想和我玩 要不就试试你这若不经风的身体 能不能承受我的默契吧 露露用毒心术知道 男孩现在的心情好极了 非常期待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然而露露不但没有害怕 甚至还高兴地说沙利温是在和他玩 这让男孩十分烦躁 可露露却装作不懂 我知道你是想跟我捉迷藏 现在轮到你来抓我 说完露露就往身后跑 自信地认为沙利温想要捉弄他还是太嫩了 然而下一秒 他一个脚滑就要往楼梯下面掉 他安慰自己这种时候 哥哥都会出手相救 可沙利温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手突然都住了他 女孩一脚打滑就要滚下楼梯摔隔屁 原本还站着不动的劣质三哥 猛地就出现救下了他 露露开心地以为自己将他攻略 可抬眼一看却发现极其厌恶的神情 沙利温不知道为什么要救他 此刻心里非常不熟 露露硬着头皮问沙利温是不是很烦他 我不其然得到肯定的回答 然而露露却扭捏着说道 可是我想跟你好好相处 这让一向不喜欢和人亲近的男孩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公爵突然出现 露露迈着小短腿飞奔而去 一下就跳到了爸爸怀里 你们事情办完了吗 还没有 那您不能和我一起吃饭了吗 公爵宠溺地戳了戳女儿的脸颊柔声说道 和露露一起吃饭饭的时间还是有的 沙利温简直不敢相信 这种场景看几遍都没办法习惯 突然公爵问起两人刚刚是不是都在一起 有没有受欺负 这下沙利温慌了 自己确实用魔器吓唬了好几次 还是坦白的好 可就在他打算说出口的时候 露露却抢先一步否认 沙利温一直在陪我玩 可有意思 这下男孩猛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心中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 然而这时老父亲却一脸受伤的闻到 比和爸爸在一起更有意思 两人都是一脸的无奈 只有公爵对回答很是期待 从这天起 沙利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府邸实在太大 露露到处找都找不到 独心术的能力也全都用完了 这让他烦躁得大 真是愁俗 这一幕恰巧被阿雷斯看到 虽然你叹气的样子也很可怜 但是我一想到我的妹妹有心事就好心疼 所以能跟我说说你在烦恼什么吗 露露不高兴地撇嘴 其实是沙利温老躲着我 我想和他变得亲近 可他却总说我很烦人 讨厌死了 这时阿雷斯撇了一眼柱子 故作委屈和吃醋 看来露露更喜欢沙利温呢 这让露露大惊失色 慌忙解释阿雷斯哥哥是最重要的 沙利温根本没法和他比 你简直是我人生的福利 露露还想多说点什么 阿雷斯突然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甚至笑容满面地说这是他的荣幸 好家伙这谁顶得住 哥哥笑容灿烂酷似天使 没曾想竟是个白切黑 故意在弟弟面前挑拨并亲吻妹妹 气得弟弟将柱子捏碎 还阻止了想要一探究竟的露露 甚至在离开前露出了得逞的笑 以及复杂的神情 回去之后 露露从侍女姐姐们口中得知 沙利温本就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出现 之前经常能看到证明没有刻意躲避 而现在老是找不到 意味着最近是真的不想看到他 露露瞬间如遭雷击 难道那些行为起了反作用 他尝试站在沙利温的角度思考 或许是因为没有魔器才被讨厌 因此露露向几位姐姐打探 关于魔器的事情 具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据了解魔器是只有帕埃拉顿家族 才会世代传承的力量 不同于魔法师的魔力 或者骑士的灵力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 可却也是人们十分害怕的力量 看过无数罗幻小说的露露 一下就察觉到 或者魔器就是恶魔的力量 这种话将侍女们吓得不轻 匆忙解释虽然也有那种传闻 毕竟魔器就是极具压倒性的力量 只是一眼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 然而露露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她已经看过好几次魔器 从前的她不觉得黑色好看 但后来却觉得美到令人忘记不惜 魔器是夜晚 是能让人闭上眼睛休息的 比任何东西都要温暖的夜晚 这番言论不止打动了侍女 甚至被窗外的哥哥听到 你也听到她说的话了吧 上次还把柱子给打碎了 你就不能趁机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吗 树上的沙利温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想起露露在父亲面前说和她在一起很有意思 转眼又说她和阿雷斯根本没得比 内心纠结又生气 于是临走前说道 那种撒谎心的话 才不信 隔天是露露回到府邸的第一次加成会议 他们对于露露将矿山要回的事情十分震惊 而亲眼见证的迪阿尔子爵更是骄傲到不行 甚至在那后面自封为露露后援会的会员 大家的夸奖让露露有些不好意思 可她没忘记自己正在进行的任务 于是向父亲开口道 从舅舅那收回来的矿山可以交给我管理吗 所有人都惊呆了 慌忙表示露露还小 而且没有接受过财政教育 怕是很快就会把这笔钱全部亏光 然而公爵却说出露祖宣言 亏光了也没关系 我有的事情 这样豪横又宠溺的爸爸谁管 四岁娃娃竟要独自管理矿山 这无疑遭到家臣们的反对 可公爵却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她认为就算赔光也无所谓 我女儿想拿自己的东西玩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再听你们的废话 所有人都很是吃惊 只有迪埃尔子爵笑得一脸癫狂 会议结束后 她就拿着樱桃黑森林蛋糕准备送给露露 路上却碰见了阿尔伦管家 她兴奋地向管家介绍自己的礼物 好奇今天露露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到底是开心呢 还是会露出你怎么又来了的表情 想想都让人觉得刺激 不得不说子爵显然是疯了 与此同时沙利温正在训练场发现 最近因为露露让她变得十分暴力 就连老师都察觉到她的意义 您是因为小姐才这样吗 仅仅是提了一下 沙利温的表情瞬间变得阴昂可怕 让老师都忍不住发抖起 沙利温认为人们理所当然会害怕魔气 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感受 可露露却说魔气是业务 是能让人闭上眼睛休休息的温暖的业务 简直是无稽之谈 只不过是为了依附于强者 而精心编造的谎言罢了 她无比坚信自己的推测 可心里却很是在意 到处寻找着露露的身影 或许现在找不到 适合喜欢的阿雷斯在一起 为什么每天都能听到的 凡人的脚步声不见了 沙利温顿时变得不安起来 直到在庭院看到露露的一支鞋 她当场明白露露是被鼓架了 果然这就是弱者的结局 脆弱的人只会落得这个下场 这是她多年来一直秉持的想法 可心中却有一个声音不断响起 去找她 找到她 我要找到她 沙利温几乎将整个府邸翻过来 终于在府邸边缘的森林 找到几人的身影 沙利温此刻愤怒极了 只是一瞬间 两人就变成了一滩血水 只留下沾满血迹瑟瑟发抖的露露 看着妹妹一脸的惊恐 沙利温当场红了眼眶 果然说不害怕都是假的 男孩将绑架妹妹的两人当场撕碎 只留下妹妹在血泊中瑟瑟发抖 她难过地认为露露是对她心生比据 更加笃定先前的理解和喜欢都是装出来 可就在这时 一双沾满血的小手突然出现 女孩带着眼泪笑着表示感谢 她的神情变得更加阴森 认为露露在这种情况下都满嘴谎话 心中顿时生出一抹杀意 你不是很害怕吗 露露下意识地愣了一心 这让她更加确信露露是个骗子 可没想到刚刚还故作坚强的女孩 顿时爆哭起 没错 我刚才确实非常害怕 你这个坏蛋 怎么这么晚才来 为什么 为什么 露露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沙利温 男孩当场愣住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好像很依赖她的样子 好像她会来营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沙利温不自觉地蹲了下来 露露当场情绪崩溃 抱着哥哥就大哭起 滚烫的气息往着袭来 不禁让沙利温觉得再这么哭下去 露露会像棉花糖一样融化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府邸 所有人都是震惊不已 同时点燃了公爵的怒鼓 虽然所有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 却还是出了这种事情 巴雷斯也出面指责 敢让我妹妹遭受威胁 你们要如何承担这份罪子 家臣们知道难辞其咎 第一时间就着手调查 绑架犯是黑暗工会的成员 似乎是接到了某人的委托才进行比较 但现在人全部死 想要调查出幕后真凶还需要一点时间 就在这时露露突然出现 询问他们为什么不问问自己 然而公爵并不想让女儿回想起不好的事情 可露露却说自己是帕埃拉顿的一员 应该出一份力 而且我知道犯人是谁 原来是露露接收到了新任务 这才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之前有人让我去沙利温所在的修炼场 那个人就是第二次 她是女孩的第一粉丝 今天却被指认是绑架女孩的罪犯 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随后却又开始怀疑起来 子觉本人更是着急解释 自己是多么疼爱小姐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然而露露却冷声说道 别再打感情牌了 叔叔 这种事情只要确认一下就知道真假 随后露露从副官口中问出 下午沙利温确实是在修炼场 但是只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 这意味着露露吃完点心那会儿 沙利温就已经离开了 如果露露像平常一样待在主城 肯定就会遇上 可在迪阿尔子觉的推荐下 露露去了东边庭院的露台 这就意味着除非沙利温刻意绕路 否则两人是不可能遇见的 也就是说那里是诱管的最佳病 子觉白口莫辩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自己是忠诚 可这时露露却出乎所有人的意量说道 我知道现在告诉我吧 试图诱管我的犯人究竟是谁 包括子觉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猛逼 而露露则继续说道 叔叔你仔细想想 你肯定知道犯人是谁 迪阿尔瞬间想起在他要去找露露之前 曾经遇到了一个男人 告诉他东边庭院的露台被施了温暖魔法 还有露露最喜欢的花 很适合在那里享用美味的下午茶 那个人就是阿尔伦管家 公爵一听愤怒地让人将管家带来 而阿雷斯却笑着夸赞露露聪明 好像他一早就知道犯人的身份一样 就在这时管家被嫁了上来 还在狡辩自己只是推荐了下午茶的场所罢 可士兵却在他的房间搜到了绑架委托书 还有来历不明的通讯工具 即便如此管家依旧不承认 公爵当场下令将人关进冰金塔 将会亲自省 所有人都震惊于露露的聪明才智 而迪阿尔自觉更是如此 当场痛哭流涕起来 甚至将露露当成圣女一般追跑 感谢露露的身后信任 简直是活脱脱的狂热粉丝 公爵见状直接命人拉了下去 随后阴着脸说道 既然现在犯人已经抓到了 那你们就用性命来负起属于防备的责任吧 四岁公爵之女在家竟被绑架 这让女儿奴公爵十分愤怒 当场就要家臣们自财谢罪 所有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露露不想连累别人 急忙解释是自己乱跑才会发生这种事 可这种话并不被公爵认可 毕竟女儿只是在家里走动 不顾他们来就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你这么聪明应该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露露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只能使出那招了 于是泪眼汪汪地说道 因为露露没有乖乖待在房间 所以您才要训斥姐姐和叔叔们吗 既然如此 露露以后一辈子都待在房间好了 毕竟这都是露露的错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她想象的发展 哥哥阿雷斯竟说这个主意不错 我亲爱的妹妹 我会把天空 鲜花 和宝石都送到你的房间的 露露心中已经发出尖锐报名 可面上只能继续伪装 那露露可能很快会因为运动不足而死掉 看来只能跟爸爸和哥哥们有名吧 此话一出两人都惊呆了 当场就改变主意 宣布择日处置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一向专断独行的公爵 竟因为小姐的三言两语就撤销处罚 于是一个个都在心里呐喊表示感谢 一条条系统文字框跳了出来 报仇的喜鹊任务完成 奖励5000金币抽奖券 家族中影响力大幅上升 发放8000金币 另外惊喜奖励最多可抽取2万金币 一连串的奖励让露露惊掉下巴 赶忙回到房间查看状态窗 发现有关沙利温的任务还是没能完成 意味着男孩依旧没把他当成家人 露露虽然有点委屈 却还是很感谢他能救下自己 为了得到攻略沙利温的力量 他决定先抽取金币再说 于是高兴地召唤出大战盘 却发现所谓的2万金币 只占了可怜到不行的一条细线 而其他不是谢谢会顾就是10金币 这不是妥妥的坑爹吗 于是露露当场拿出幸运药水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没想到还是薄荷巧克力的味道 简直美滋滋 突然一股力量喷涌而出 露露一口气打开了所有的抽奖券 一阵强光之后 女孩整个人都惊呆了 倒霉女孩喝下幸运药水瞬间化身欧黄 一下就获得了2万6千金币 简直是老太太上花轿 头一回啊 趁着这个气势 露露立刻召唤小说 短命恶女不需要爱情 只要获得女主能力 就能确认沙利温的好感度 与此同时 躺在床上的沙利温突然虚弱地开口 怎么 你要现在杀了我吗 来人竟是阿雷斯 腹黑的男孩微微一笑 怎么会呢 就算用这种方式杀掉你 也无法证明我的能力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幼稚 你应该庆幸那会魔器没有暴走 否则你现在早就已经是具尸体 原来那时的沙利温为了快点找到路 将魔器扩散到整个公爵府 这也就意味着他将自己的命运进去 沙利温知道自己不能暴走 否则不仅是自己 就连露露都会没命 听说露露来找你好几次你都不见他 那个小家伙可伤心了 真的好神奇 你竟然会对他敞开心扉 沙利温最硬的不肯承认 阿雷斯也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将他的眼睛蒙了起来 随后开始补充魔器 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你是我可爱的弟弟 我做哥哥的当然要帮助你 这种话又怎么能让沙利温幸福 可阿雷斯却转身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劝沙利温 不要因为不想让露露看到他脆弱的隐秘 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露露他很想你 沙利温虽然对他说的话有些恼苦 但也多亏了他 才让自己残破的身体完全恢复 想到刚刚阿雷斯说的话 他光着脚就来到了窗户边 因为他知道 棉花团不管在哪里都十分惹人注意 沙利温难得地笑 决定去见见露露 告诉他自己不是想见就能见 露露捧着刚摘的花 笑着向沙利温飞奔过去 这让男孩有些诧异 即便看过那种场面 竟还是不怕他 毕竟所有人只是看到灰色的魔气 就已经害怕地瑟瑟发抖 一想到露露也有可能会那样 他的心情就十分糟糕 对于自己的这种想法 他很是不喜 于是他突然向着露露释放魔气 心里自我欺骗着 小棉花团怎么想关自己什么事 就算他立刻口吐鲜血 都跟自己没关系 然而下一秒 露露突然剧烈咳嗽 鲜血当场将花束染风 男孩故意用魔气试探妹妹 想要证明自己不可能受他影响 可妹妹却猛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而最慌张的则属当事人 其实这只是露露刚刚获得的能力造成的 越是受到周围人的血爱越是会咳血 而这些血会将不好的东西排出 是身体不断好转的表现 所以碰到沙利温的魔气咳血反而是件好事 这是他被爱的证据 然而不明真相的沙利温整个人都慌了 怀中的露露强撑着告诉他没事 可话还没说完就昏睡过去 像是死了一般安详 这可将沙利温吓坏 不断摇晃着小小的身体求他不要死 事情发生后公爵就来到女儿身边 第一时间叫来了医生诊断 结果显示非常健康 不写只是因为要排出灼气 你怎么没有一天是让我放心的 之前被诱拐现在又是可血 公爵忍不住想起第一次见面时 他瘦骨鳞循又瑟瑟发抖的样子 本以为只要让他吃好喝好就可以解决一切 没想到他却要求陪在身边 真是要求又多又难产 公爵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十分甜蜜 仅仅是喊了女儿的名字都像吃了甜品一样 就算是一辈子被女儿摆布都心甘情愿 与此同时沙利温正守在门口 见父亲出来就立马起身询问情况 很明显刚刚哭过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老是对他使用摩弃 男孩就像迷路的孩子一般手足无措 这还是他第一次露出这样的神情 你还记得为什么之前把露露送到其他地方吗 我记得是为了保护他不被摩弃伤到 没错 和那时不同的是 现在有我在这座城里摩弃就不可能伤到他一分一毫 话虽如此 沙利温依旧十分自责 明明心里早就已经接纳了他 却一次又一次地不意用摩弃笼罩他 只是为了测试他的话是真是假 因为害怕受到伤害 竟然去伤害年幼的露露 真是太卑鄙 公爵看出儿子内心的纠结 于是让他进去负责照顾露露 沙利温先是惊喜 随后又自我否定 害怕会对露露造成二次伤害 真是个狂妄的小子 就算你使出再多摩弃 都不可能伤到他 听到这话的沙利温终于喜笑颜开 做好心理建设之后推开了那扇门 可当他看到床上的那个小东西之后 瞬间被惊得说不出话 男孩意外让妹妹吐血昏倒 这才惊觉妹妹对自己有多重要 对着昏迷的女孩就是一顿自我检讨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 你快醒醒 我也想和你好好相处 就在这事系统提示不断响起 露露没有当回事 只觉得很吵 可当说到内脏脂肪减少的时候 爱美女孩瞬间来了精神 而他一睁眼就看到了床边顶着熊猫眼 疲惫不堪的沙利温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男孩不懈地解释 这都怪你太弱了 露露心里酥酥麻麻的 之前还以为沙利温是个坏蛋 但其实只是个嘴硬心乱的孩子 我从很久以前就孤身一人 所以很渴望有人陪伴 因为陪伴和支持 可以让我拥有幸福温暖心 所以沙利温 我需要你 你愿意成为我的哥哥吗 男孩有些错愕 体会过失去的感觉也不在嘴硬 你是个弱不惊松的孩子 所以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 因为我是你的哥哥 随着两人的手搭在一起 任务完成音响起 发放三千金币 露露十分惊喜 沙利温终于承认她是家族的一员了 看着男孩将要掉到地上的黑眼圈 露露邀请她一起睡觉 男孩瞬间乍毛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睡啊 哥哥本来就要和妹妹睡觉啊 男孩第一次当哥哥 当场信以为真 乖乖地躺下来 配合露露的指令 沙利温你摸摸我的头 男孩犹豫了一下照做 露露开始得寸进尺 那你现在先前空翻 再后空翻 然后在空中鼓掌三下 很明显男孩并不上当 晚安啦 沙利温 两兄妹就这样面对面微笑着入睡 突然熟睡的露露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 那个自命为天使的男孩再次出现了 露露生气地快速将人扯了下来 你小子来得正好 你个大骗子害得我好苦 男孩一脸委屈母样 我不是都遵守约定了吗 让你出身豪门有帅气的哥哥和父亲 就连我的能力都给你 露露只是愣了一秒 就立刻识破了她的阴谋 天使赶忙逃走 说她只会在看到帅气的脸的时候才打十分 其他时候都是零分 露露不懈地反驳 帅是一种福利 你要是有意见就长得帅一点 天使不满地嘟囔道 等我找回本体 你肯定有 话还没说完梦境就开始坍塌 哎呀 我还没开始说重要的事情 就已经没时间了 我相信你可以 我的 露露没来得及反应 就猛地从梦中惊醒 床上竟然铺满了鲜花 这是什么情况 女孩和哥哥和姐后一起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发现床上竟铺满了鲜花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恰巧这时侍女进来 说这些都是哥哥沙利温送来的 女孩只感动了一秒 更加怀疑自己是在梦里 毕竟沙利温很难做出这种事 侍女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 这些花是少爷拿来代替她陪伴您的 如果我们没有进来 她肯定会等到您睡醒了才走 看着手中的花朵 露露心里暖暖的 与此同时 公爵府的某栋大楼里 一群人正开着秘密会议 感叹着最近公爵府与公爵翻天覆地的辩论 特别是公爵 竟然还会说范范那种词汇 重点是对小公女极其宠 有的人猜测或许是因为年纪四孰 就能从塔伦卡侯爵家要来财产 并且还是没接受过继承教育的前提下 听说已经有人申请诅佐她了 那个人很可能是第二次爵 虽然精神好像有点不正常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确实是个天才 本以为公女天生没有魔器 不会对继承局面造成威胁 现在看来还真不好说 为了减少变数 看来还是要将隐患扼杀在摇篮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主持这次会议的竟是阿雷斯 此时毫不知情的露露正忙着升级能力 可使用的竟增加到了两种 现在可以随时查看已经购买的小说 毕斯是不用花钱就能使用之前的能力 正当她为此高兴不已的时候 一条消息却让她神色大变 请做好准备应对世界被黑暗吞噬的瞬间 以露露读过无数小说的敏锐嗅觉 她猜测这里会有被毁灭的风险 下一秒一条消息让她深受打击 你的家人和你所爱的人 都会倒在冰冷的朔风之中 露露简直不敢想象这幅场景 为了守护这些重要的人 她决定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那天到来的时候 拥有足以对抗命运的强大力量 于是她高举双手接受了所有的任务 如今就算拒绝困难的任务不会有成分 她也要迎拿而上 都是些简单的互动 露露不由的有些感动 决定下次再见到恶魔时 勉为其难亲领够她 很快公爵府的大行例会如期举行 公爵抱着年幼的露露闪亮登场 众人瞬间议论纷纷 却什么都不敢说 只有一个家臣自以为是的跳了出 表示露露连个职务都没有 所以没有资格参加 公爵一听当场怒了 盯着男人阴冷地说道 你的嘴里有股恶臭 是没有刷牙牙吗 一向凶神恶煞的公爵 为了给女儿撑腰 竟然在会议上斥责家臣没有刷牙牙 三个字一出家臣当场实话 而沙利温则笑道发抖 温切伦自觉 你怎么能不好好刷牙牙呢 男人被修得面红耳赤 而在场的人则窃窃私语 平常沙利温少爷是不会来参加阅读例会 今天竟然破天荒得来 看来公爵内部要发生一变了 很快会议正式开始 公爵宣布打算为女儿建立辅佐团队的事情 这无疑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 毕竟露露年纪还行 而且没有摩契是个平凡的孩子 身为粉丝后援会的迪阿尔当场就不答应了 小姐那么优秀 竟然说她普通 一旁的露露觉得很是奇怪 为什么长老们都一言不发 照理说他们应该是最先站出来反对的人 难道说这是一场考验 看她有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辅佐团队 而这个考验肯定就是要她抓到公爵府的叛徒 毕竟要是公爵府没有内应的话 管家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在这里实施比较 而且公爵府不可能对抚养费没有任何监督 所以证明这里有塔伦塔的内部 看来要完成这场无声的考验 才能拥有自己的团队 露露十分自信地猜测事情就是这样的 父亲肯定是相信就算没有任何说明 我也能发现这个考验 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如此寄予厚望 于是露露开心地在父亲脸上亲了一口 顺便完成了任务 公爵满意地笑了 只剩下家臣们一脸震惊 很快会议结束 露露决定先做可以快速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被哥哥阿雷斯认定为家族的一员 他开心地追了上去 邀请哥哥一起吃下午茶 可男孩扭过头的表情 却让他瞬间待在原地 下一秒阿雷斯又患上了一副天使般的笑容 速度之快让露露觉得是自己看花了眼 阿雷斯宠密地摸了摸她的鼻尖说道 和妹妹共进下午茶是最重要的 露露只当是自己看错了 开心地笑了出来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沙利温不请自来 本来露露害怕两人再打起来 所以没有喊沙利温 这下怕是要搞砸了 不过两大美男齐聚真是超级福利 我的妹妹看起来非常幸福呢 像是面包一样 不过比面包更甜更多 肉麻的话令沙利温十分受不忍 而露露则沉浸在这种幸福中无法自拔 阿雷斯希望你长大后 不要改变现在的幸福 沙利温忍不住吐槽那样会变成怪物 两只小学鸡就这样互着了起来 这时阿雷斯问露露 为什么对魔力士开采事业感兴趣 脸上虽然笑着 却透露着极力隐藏的杀意 天使哥哥好感度竟是负得666 身为妹妹兼作者的露露崩溃 就在刚刚阿雷斯询问 为什么明明知道那些魔力士都是空的 还对开采事业那么感兴趣 露露没办法直接说是要完成系统给的任务 于是笑着解释正因为是空的 所以才想着是不是可以变费为宝 要是成功了就可以成为摇钱树 阿雷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笑着夸赞她胆识过人 又一阵强烈的违和感冲上心头 明明阿雷斯笑得很温柔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是这样 很是照顾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阿雷斯你是我的家人 是我的哥哥对吧 男孩笑得十分温柔 说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完成任务的提示框 却迟迟不见弹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雷斯还在不断表示肯定 你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 我可爱的妹妹 地旁的沙利温终于看不下去 站起来揭穿她 你的演技还真是越来越好 不如现在就揭下你那令人惹心的面具 你其实早就知道那天有人潜入府邸 阿雷斯一副十分惊讶的模样 随后笑着说道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 突然系统弹出报仇的喜鹊任务完成 这意味着阿雷斯是诱管事件的相关人 原来阿雷斯都会在公爵府周围布下一圈魔器 不可能感受不到有人入侵 露露看着挡在面前的沙利温很是感慨 系统突然跳出提示 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孤身艺人 所以沙利温是真的在保护她 但她还是想问清楚 所以阿雷斯你早就知道我会被诱管 被戳穿的男孩也不装了 头上突然跳出了好感度为负666的标志 本来还想多玩一会儿好哥哥的游戏 这下算是泡汤了吗 露露看着负666瞬间破防 顾不上身份会暴露的事情 不断控诉着身为作者的心声 你怎么能这样 我把身体和心都交给了你 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两人都一脸猛逼 露露还在不断输出 负的666是什么意思 我是恶魔吗 就这么讨厌我 明明是你先勾引我了 你这个轻薄轻成的妖孽 天使哥哥对他的好感度竟然是负得666 身为粉丝后援会的露露颇大方了 一句又一句骂人却好听的话不断输出 你这个倾国倾城的妖孽 霍国殃民的狐狸精 财貌双全的绝代佳人 沙利温听不下去了 赶忙提醒傻妹妹这些话根本不是在骂人 露露不甘心的质问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讨厌我了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继续问道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因为我天生没有默契 还是说你觉得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女 想到这里露露难过的就要哭出来 可阿雷斯却反问道 你说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是怕埃拉顿的血脉 我才讨厌你 因为兄弟姐妹就是竞争者 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当上家主 露露一时间有些转不过来 所以阿雷斯正是因为认可她是家族的一员 才会这样讨厌她 没有像别人一样觉得她是没有魔器的瑕疵品 而是当成了站在统一起跑线的竞争者 她快速地冲上前问道 如果我说我对家主之位根本就不感兴趣了 你就会收起对我的敌意并接纳我吗 可露露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待在原地 我如果这样说你肯定会不高兴 竞争者主动放弃反而让你很不爽吧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已经开始喜欢我 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因为我会接受这场竞争 露露打算就这样帅气地离开 然而下一秒却再次发动能力吐血倒地 沙利温被吓唤 而将要晕倒的前一秒 露露好像看到阿雷斯的好感度在不断变回 着急的沙利温生气地指责阿雷斯 换做平常阿雷斯肯定要笑着说些风凉话 可今天不仅一声不吭 还露出了从未见过的表情 不知过了多久 露露终于从睡梦中醒来 一睁眼就看到了床边的阿雷斯 头上的好感度有了些许的回声 她蹭一下坐了起来 阿雷斯赶忙问她都吐血了还起来做什么 随后立马将人按在床上 阿雷斯你生气了吗 你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找到一起虐待过我的叛徒 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一点和阿雷斯很像 于是她提出暂时结盟 露露渐渐的表情让她有些尴尬 而好感度也在急剧的上下搏动 给人一种强迫自己讨厌露露的感觉 然而最后还是重新回到了 令人讨厌的666 不过她坚持不了几天 哥哥对她好感上升 她就会吐血晕倒 这使得不明真相的宠女狂魔暴怒 当场就要杀了公爵府的所有医生 即便医生表示小姐并没有什么事 反倒是在排出体内的灼气 她依然还是不愿相信 露露无奈撩起自己的袖子 开始展示微微隆起的公二头肌 您看我晕倒前手脚冰凉 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十分懒 公爵立刻拉着女儿的手确认 果真就像她所说的那样 没想到吐血竟然是在排毒 不要让我太担心了 看着父亲变得憔悴的模样 露露开始讲起了土味情话 爸爸您知道我现在最想喝什么吗 老父亲一听当场就想去给宝贝女儿们 没想到露露却说我最想呵护您 所有人都呆住 然而下一秒却开始骚动 只见公爵拿出一本厚厚的书 甚至还要用魔器才能打开 露露认为这一定是家族的秘诀 却没想到尽是露露的成长日记 记录着露露对她说过的话 终于一场风波平安度过 虽然丢脸却保住了医生们的幸福 而通过今天的任务 露露得到了额外奖励爱马仕区 她兴奋地差点叫出来 激动地朝着上面点下去 随着一阵强烈的光芒之后 一只小小鸟飞了出来 据说她可以将信息传到任何地方 包括阴槽地府 白激动的露露流出了心酸的眼泪 这下爱马仕却不高兴了 你发现不是名牌包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我都看到 我可还没承认你是我的主 露露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将面前的曲奇饼干推了过去 小鸟激动地大喊大叫 你以为我会被这种东西收买吗 可终究只是嘴硬 仅仅尝了一口就欣然接受 还夸赞她是个好人 而露露掉出了当前的任务窗 发现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可做 那就是让阿雷斯承认她是家族的一员 可当她想起哥哥说的 兄弟姐妹就是竞争者 毕竟最后只有一人能当上家主的时候 顿时感受到了一阵怪异的感觉 女孩觉得十分奇怪 明明从第一次见面起 哥哥就将她视为家主之位的竞争者 意味着家族成员的身份被认可 那为什么任务迟迟不见完成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阿雷斯的心里 只是将她当成必须肃清的对象 在规划的未来里根本没有她的存在 想到这露露忍不住刺痛了一下 爱马仕却发现她的失落急忙安慰 等我们再见三次 我就允许你叫我的爱成 女孩意识到在阿雷斯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家人 这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 就在这时沙利温来了 露露快速朝着她飞奔过去 问她有家人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吧 是不是很好 男孩瞬间耳根子都红了 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被戳中之后还傲娇地跳起 突然她十分疑惑地问道 听说你很喜欢喝一种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但不管我怎么问都不告诉 露露瞬间尴尬地冷汗直流 她并不想再提起这么丢人的事情 可当沙利温因此而露出难过的神情 她还是心软 丢脸就丢脸 今天就泼出去 于是她表演了什么叫做妥味情话 沙利温当场被爱心击中 可恶可恶 这也太可爱 很好又疯了一个 此刻的阿雷斯想起上次和露露的谈话 内心突然开始十分纠结 难道自己真的像小不点说的那样 已经开始慢慢地喜欢上她了 想着想着她已经来到了露露的房间 女孩开心地向她打着招 等到阿雷斯坐下之后 立刻提出问题 所以和塔伦卡串通的内奸是谁 看样子你很确定我查到了是谁 这是为什么 露露下意识发自内心地说道 因为你很聪明 阿雷斯显然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理由 头上的好感直飞速转动了起来 女孩开启了和哥哥的第一次合作抓贼 仅仅是夸了一句聪明 就让哥哥暗爽地提高了两百多的好感度 她心里虽然开心却没有打草惊蛇 甚至向哥哥要了工作日志 阿雷斯明明知道原因 却还是腹黑地让她解释 那这样露露也不戳穿 公爵斧每个季度都会给出一大笔的养育费 那么肯定也会收到正当使用的报告书吧 果然阿雷斯也早就想到 可对照明细后发现报告书上并没有破绽 那看来叛徒并不是这部分的工作人员 那我要过去三年的审计人员名单 他们肯定去塔伦塔侯爵斧调查过对吧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露露瞬间红了眼眶 曾经她以为自己是被抛弃了 祈求公爵斧的人可以出现 不需要将自己带回去 只要知道没有被抛弃就足够 原来他们真的有派审计人员前往 只是被这些人蒙蔽了 阿雷斯顿时眉头紧皱 是那个狗东西对你说了被抛弃的胡话吗 没有任何人可以抛弃你 只有我可以 此刻阿雷斯头上的好感度来到了444 露露瞬间被这种霸道总裁宣言给拿捏 444肯定是代表你爱我爱到死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我 虽然露露的话让男孩摸不着头脑 可明媚的笑容还是令她红了耳根 此刻露露已然猜到是塔伦卡收买了审计人员 而她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那就是她不是公爵的亲生女 是公爵夫人出轨生下的 就算是亲生的 公爵也不可能喜欢一个没有魔器的瑕疵品 阿雷斯终于知道为什么露露之前会那样问 于是没再多说直接递上了审计人员的名单 连续三年都没有更换过 那么很可能就连他们的上级都是内部 果然任务完成的文字框跳了出来 但是露露并不打算打草惊蛇 因为还要找出他们的靠山 想要抓住大鱼就需要鱼儿 突然阿雷斯笑道 你为什么不怀疑我们 我说不定就是假意帮忙 想要撇清关系 然而露露却十分坚定地回答 那不是你的行事风格 阿雷斯显然没有想到 无奈地笑道 你还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女孩当场自信回答 毕竟我的魅力就像洋葱一样怎么包都包不完 说起来我的妹妹 听说你很喜欢喝一种东西 好像是叫做呵护你 天杀的 这个梗怎么就过不去 阿雷斯笑得像个天使 所以你想呵护的是哪一个 这勾人的笑容让露露在心里怒喊 真是个倾国倾城的狡猾狐狸 女孩完成任务从小说中获得了特殊能力 可以自动征收别人的收入税金 也就是追踪资金 虽然不如帝王掩来的方便 却也是十分实用 不过想要使用还要面对面才行 背后的人估计是元老级别 最快只能等到下次会议才能见到 露露询问阿雷斯 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家族的重要成员 这才知道马上就是新年宴会 到时候就是个好机会 你很期待吗 当然了 到实验会场肯定会装饰得很美 所有人都会盛装出席 优雅地互相打招呼 你还期待什么呢 我的妹妹 优雅的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社交界气势之争 又一个战场 舌尖藏着尖刀 互相攻击的冷酷世界 这就是社交界的政治 露露和年龄不服的言论 还有不断变化的神情都让阿雷斯吃惊 好在女孩又立马恢复了正常孩子的母艺 电汇上肯定会有各种美食吧 会不会有巧克力喷泉呢 阿雷斯宠溺地摸了摸她的脸 表示虽然以前没有 不过妹妹那么想要的话会叫人准备 露露开心地抱了上去 却迎上了阿雷斯冷漠又严肃的表情 不过女孩已经习以为成了 到时候所有加成都会出席吗 比阅度例会的出席率还要高 已经退下一线的元老都会来 露露开心极了 这下可以一个个排查他们的非法收益 阿雷斯十分不解 又不是见了面就能知道叛徒背后的靠山是谁 为什么想见他们 露露知道这下瞒不住了 于是半真半假的解释 其实我会读心术 阿雷斯自然觉得十分荒唐 可露露却一本正经 小孩子的眼睛是真实之眼 可以看出一切邪恶的东西 阿雷斯一听来了兴趣 突然将脑袋贴近 你看我是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 露露顿时心跳加速 你是坏人 对我心脏有害 让我蓬蓬跳个不停 我们不愧是兄妹 这一点很像 所以阿雷斯的意思是露露对她来说也是这样 不过女孩并没有意识到 很快时间来到了新年宴会的当天 露露被打扮得十分可爱 这也是她在回到家人怀抱 知道自己名字年龄之后的第一个新年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 关键时刻智商竟然再次离家出走 今天是新年宴会的当天 阿雷斯和沙利温为了妹妹现场掐架 两人唇枪舌战互不退任 突然父子三人不约而同朝着一边看入了谜 原来是打扮得十分可爱的露露下来 沙利温差点控制不住让魔力蔓延 而露露则眼机手快地制止 你要是又把墙砸坏 我会讨厌你 抢占先机线上相吻一个 我的妹妹今天真可爱呢 能让我护送你到宴会现场 两兄弟再次为了这个问题互撕起来 而公爵健壮则直接将女儿抱了起来 真是无谓的斗争 我女儿最喜欢的当然数 这简直就是传闻中的 女儿奴和宠媚狂魔的争夺之阵 露露开心地去确认阿雷斯对自己的好感度 可非但不是满格 竟还是付得160 这实在是太过分 不过妹妹今天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对吧 露露知道为了任务和阿雷斯一起会比较好 可她却在阿雷斯的耳边说道 想得美 你继续努力吧 我到现在还没原谅你 她独自往前走了几步 随后回头发出邀请 我要和你们三个一起入场 两兄弟对彼此一脸的顾问 露露立刻表态道 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 那我就和安娜他们一起去了 两人当场变了 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 好开心啊 既然妹妹想要和我们一起 那就不能拒绝 一家人四口就这样朝着宴会厅出发 之后阿雷斯就在一旁静静观察大家的动向 公爵和元老们去了里屋坦士 沙利温为了保护露露在一旁陪伴 直到受不了人际关系才离开 而重要的家臣们应该也很快就会从里屋出来 那么意味着叛徒的靠山马上就会浮出水面 她和露露隔空交换着眼神 在找到证据之前要小心行事 阿雷斯就像一个幕后操盘手一样成竹在胸 虽然并没有确定 露露是否真的可以一眼看出对方的好坏 但可以肯定的是妹妹很聪明 然而下一名露露就直接指着元老之手大声喊道 这个老爷爷很坏 是偷税漏税的坏蛋 怎么回事 妹妹的智商离家出走了 女孩和二哥准备在新年宴会上抓出幕后黑手 却不曾想惩罚再次生效 智商一下就变成了五岁小孩 对着巧克力喷拳两眼放光 宫女喜欢巧克力吗 嗯 因为这是阿雷斯为我准备的 看来小姐很喜欢阿雷斯少爷呢 那是当然的 天真可爱的模样将众人蒙坏 下意识地就和她玩了起来 就在这时元老们从里屋出来和她打招 露露也快速上前恭恭敬敬地介绍自己 一人夸着可 另一个人却嫌弃地说着波噪 态度差距表现得十分明显 爷爷你们是地位很高的人了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露露拼命回血 见到地位很高的人之后要做什么 有了 那就是寻找坏蛋 于是她准备发动能力接住碎金炸弹 不过这个能力只能用一次 那么到底应该用在谁的身上 那个刻薄的爷爷虽然像是坏人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过简单 于是她选择慈祥的白发爷爷约森哈英 果然存在着5000多万的未申报非法收入 系统开始疯狂提示 见露露好像听不懂 于是换成了简单的结论 那就是这个家伙是坏蛋 露露瞬间开心地指着老爷爷大喊 你是坏蛋 是偷税漏税的坏蛋 约森哈英快速转移话题 开玩笑地说露露是觉得自己抢了她的糖果 可露露却坚持说是钱 是她受贿 男人瞬间抓住她的手面露凶光 您要是在这样的话 我也不会一笑两句 诬陷袁老院认手的话 您打算怎么赔罪呢 露露顿时被吓哭大喊道 阿雷斯 这个坏蛋把我弄死了 阿雷斯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露露说好要暗中调查 现在这样高调是在做什么 但还是没忍住地走上前去 露露当场就扑了过去 抱住阿雷斯的大腿说道 我哥哥超帅超厉害超聪明 这下你们都死定了 袁老肆无忌惮地对着阿雷斯说道 您该不会因为小孩子的耍赖 就追究我的责任吧 那我只能认为您是在攻击袁老院 阿雷斯知道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追问的话简直是疯了 这样不仅没有好处反挥吃亏 必须尽快撤退 可看着妹妹如此可怜的模样 以及眼神中充满的绝对信念 阿雷斯的心突然就软下了 好感度也终于回正 于是他做出了十分不像自己的决定 那就是为妹妹出口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定 伯爵的最肯定是不行的 袁老认为这下稳 没想到阿雷斯却说道 可是我妹妹哭了 讨厌他的父妃哥哥终于被拿下 好感度直接无法寄扬到报道 就在刚刚阿雷斯反常的当众维护妹妹 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这个意思是要将约哈森伯爵逐出家门吗 难道是在和元老院宣战 伯爵也试图控制舆论的走向 这下其他元老更加不满 至少应该走正规程序 这样随意处置元老院是十分不尊重的行为 然而这难不倒阿雷斯 约森哈因伯爵只是元老院的院手而已 向他问罪不代表了牵连元老院 还是说整个元老院都是伯爵的工夫 瞬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只有坎多尔伯爵主任贴亲关系 少爷不是说了吗 他怀疑的是约森哈因伯爵 我可没和他一起收过钱 难道你们不是吗 这很明显是个警告 既然他已经出面 那就不能动元老院了 这下约森哈因的算盘是不小 不过他肯定阿雷斯没有证据 否则早就拿出来 就在这时公爵从里屋出来 约森哈因正想告状 没想到露露却抢先一步控诉 爸爸 这个坏爷爷把我弄疼了 伯爵正在心里嘲笑 露露的招数捉猎 没想到公爵却对着他杀气腾腾 副所官提醒是小姐先污蔑伯爵受贵 可公爵却却无条件相信你 这下露露立刻只挣了钱 这里有我在舅舅家看过的人 就是那两个叔叔 我还听到他们和舅舅的谈话 问他们处理的怎么样了 还说有约森哈因伯爵大人撑腰 不用担心 伯爵还想垂死挣扎 毕竟不可能仅凭片面之词就定罪 你的意思是我女儿第一次见到 就存心诬陷你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强大的气势下男人露出了马蹄 小姐对做生意表现出了极大的野心 所以他肯定是想杀鸡锦头将我驱逐 公爵被这拙劣的借口逗笑了 你是说他不仅不想拉拢作为元老院院守的 反而想得罪你 这个方法未免太莽撞了吧 被当成傻瓜的露露也十分生气地跳了出来 甚至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诬陷 眼看所有人都在盯着他 顿时尴尬地羞红了你 露露很善良是没有赤膀的天使 都是因为这个老爷太坏了 两父子就这样围着他笑了 露露此刻已经满头大汗 好在刚刚爸爸来的时候就解除了惩罚状态 否则就更尴尬 对不起阿雷斯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们出面为父 我真的很开心 阿雷斯这才发现 原本自己应该因为他破坏计划而生气 可现在看着他满脸真诚的明朗威信 竟然觉得这一切还多亏了他 阿雷斯想起之前父亲说过 妹妹是能让他幸福的敌人 顿时觉得十分有道理 头一次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瞬间头上的好感开始疯狂滚动起 系统播报无法测定好感度 测试器超负荷 警告警告 即将爆炸 讨厌他的腹黑哥哥竟突然好感爆炸 露露当场惊呆 这是什么可怕的恐怖袭击 然而当倒计事结束之后 系统紧紧提示任务完成 阿雷斯也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原来这就是家人的感觉 此刻露露对阿雷斯的影响力达到最大值 因为是重要人物之一 甚至可以直接升级特性 露露的拳头都硬了 竟然用系统来开玩笑 下次见面一定要狠狠给恶魔一群 这是沙利温来了 不喜欢宴会的他是特地来接妹妹 玩得开心嘛棉花糖 突然两人看到妹妹手上的抓痕 不明真相的沙利温顿时气景了 这是哪个家伙干的 沙利温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很明显要把那个人生吞活泼 露露知道这样会出大事 于是对着沙利温撒起娇来 沙利温抱抱我 你不在 我好难过 你觉得这招对我管肉吗 很好 还真管肉 沙利温被对着露露的时候冷着脸 心里已经决定要打听 究竟是谁把妹妹弄伤了 不过好可惜哦 巧克力喷泉还剩下那么多 公爵听到女儿的话立刻围了上脸 你想吃什么 爸爸给你做 我想吃香蕉的 说完就在所有人的震惊下 走向巧克力喷泉 公爵二话不说就亲自做了情 这将除了露露之外的人都惊呆了 沙利温呢 你喜欢什么 他其实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但如果非要选的话 那肯定是像露露一样软绵绵的棉花糖 爸爸 沙利温喜欢棉花糖 给他做一个兔子棉花糖吧 沙利温刚想要拒绝 但是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 下一个受害者是阿雷斯 但男孩却斩钉截铁地表示不感兴趣 沙利温立刻在一旁煽风点舞 这个家伙好过分 看来他不想要你给的东西 那就相当于他不喜欢你 露露立刻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阿雷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一个 女孩立刻安排了一个小羊形状的棉花糖 难道是因为我是卷头发 不 是像你一样看起来很温顺 但是其实性格很差 就算被这样开玩笑了 阿雷斯也丝毫不能 那爸爸的就由我来作品 是个小猫咪哦 公爵当场愣住 不明白自己的形象怎么会是这样 其他人都当场抱笑起 其乐融融的场景令人难以想象 露露开心极了 有爸爸和哥哥们在 我真的太幸福 相信未来每一天都会这么幸福 然而下一秒 他就又被传送到了梦境之中 恶魔猛地在他身边出现 笑着说道 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样 我长大之后很帅吧 经历了漫长的武士化 终于闻到了男主的气息 就在刚刚原本是小孩子的天使突然长大 露露一时竟盯着他看傻了眼 天使健壮健不兮兮地捂住自己 好像碰见了什么大流氓一般 这让露露气不打一挫了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随后还不解气地 接上一套降龙式巴掌 你这个乳秀未干的家伙不说什么 天使委屈地捂着脑袋控诉 你好过分 我可是善良的天使 然而露露的话却让他吐息 好神奇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怜 反而很可怜 所以到底叫我来有什么事 危险即将来临 什么危险 不能说 是有什么东西要攻击人类吗 不能说 所以你到底能说什么 露露快无欲死 天使这才缓缓到 你的影响力越大 束缚我的英国法则就会越宽松 到那时我就能告诉你更多的情报 英国法则四个字 好像瞬间点醒露露 以她多年的经验来看 自己肯定是罗幻小说的女主 我已经看穿了你们的模式 其实穿越到这里的那一刻 我就成为了主人公 那么主人公的任务是什么 那当然是拯救世界 天使呆住了 虽然过程有点问题 但好像结果却是对的 原来天使今天是来提醒她 有个少年拥有十分强大危险的力量 按照剧情两人马上就要遇见 等那天到来的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千万要无视她 露露根本没有听见去 甚至想要马上见见这个小可爱 还没等她问清楚情况 梦境却再次坍塌 露露一整个烦躁 又是疑点重重的一天 她开始确认起这段时间的消息 任务完成 获得一万金币抽奖券 随后成千上万的消息跳了出 如今关于她设立辅佐团队的反对声音已经消失 另外除了满脑子都是杀戮的老大之外 已经获得所有直系亲属的认可 新的任务跳了出 那就是获得一位董事的认可 以及一位聪明的加成跟班 露露一下就想到了迪埃尔子爵 大家都说她很有能力 但是因为太过盲目崇拜露露 所以显得有点不正常 因此被露露直接从候选名单中踢了出去 随后她拿出了抽屉中的书开始升级特性 新增的条款还真不少 最后一条可用金币解除携带的能力 瞬间让露露激动起 她准备将不分场合吐血的能力解决 不管要花多少金币都在所不息 然而无法解除被动能力的提示框却跳了出 天杀的这和惩罚有什么不同 就在这时管家来了 说是公爵父亲找她有点事情 然而当她来到一个房间前时瞬间脸色大变 爸爸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 难道这就是黑帮老大变成女儿奴的样子 五岁女孩竟拥有自己的办公室 甚至是只有家主才能使用的专用书房 这是传统和规矩命令禁止随意出入的场所 可公爵却十分坚持这么做 露露简直不敢相信 难道这就是黑帮老大宠女儿的方式 直到辅佐官表示这是家臣一致决定 露露这才放下心理 很快女孩就坐上了专门定制的桌椅 厂量的办公室让她心情大好 恰好辅佐团队了 非主流团队分别是贝卡 秀吉 普尔贝 最后还有首席辅佐官迪二 露露满脸飞线 怎么还是让她溜进来 露露直接无视男人 和对面的三人打招呼 以后就拜托大家了 说着就开始进入正题 想必你们都知道 我想做魔力石生意 现在的第一步就是找到 碰魔力石的新价值 所以大家都准备了什么工作呢 瞬间三人被问住 露露年纪虽小却气场十足 而他们也知道小姐要的不是执行命令的 而是能够独立思考提供帮助的 贝卡这才理解为什么上面要把迪二派 毕竟她可是凭借才能容灯自觉的第一人 都说她精神不正常 应该只是嫉妒她的财业 秀吉坦白自己还没准备好 如果再给一点时间会做好实权的准备 露露很是满意她的诚实 可迪二却怒了 你们这样根本没资格做辅佐官 既然要辅佐完美聪慧的小姐 就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 果然小姐真正的仆人只有我 三人被雷的外交里嫩 上面说她精神不正常 果然是一点都没得 然而下一秒 迪二就将做好的矿石山资料递上 瞬间让露露惊呆 这个变态的家伙怎么能力这么强 于是她开始考察 不管是魔力实样品 还是矿山的概括资料 甚至是二次加工的方式 迪二都提前准备好了 最后露露为了刁难 提出了不相干的下午茶 迪二都能十分从容地拿出最爱的内皮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能力 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就算不正常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很好 你合格了 就此露露收下了这群忍者神规组 突然迪二双眼冒光 那请您也和我分享那个 明子和阁下分享的誓约 露露尴尬极了 直接让其他三人出去 他们纷纷猜测是什么重要的誓约 下定决心总有一天也要获得认可 只有露露一人受伤的世界达成 然而迪二自觉却突然严肃地说道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此时两个哥哥已经来到门外 相互争夺着妹妹的血 公爵突然冒了出来表示 女儿最喜欢的是爸爸 然而下一秒露露办公室突然打开 父子三人只一眼就震惊到说不说话 男人心丹情愿为女孩赴汤刀 却只是想要一幅画 尽管画得十分抽象 他却仍旧开心到飞起 立志要为此奉献所有 然而当他开开心心走出门时 却碰见了疯狂的父子三人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团团围住 俨然是一副要严刑考打的样子 此时屋内的露露对外面毫不知情 只是拿着空的魔力石陷入沉思 这连路过的狗都知道必定会惨败的生命 该怎么让它变得有价值 这种时候肯定要拿出金手指 已是可以让作者亲自破坏合理性的女主 拜托将强大的财运借给我吧 随着一生系统影响起 能力赋予成功 露露迫不及待对手上的魔力石进行指定 瞬间魔力石闪闪发光 而露露也看到了一条铺满金钱的路 原来魔力石并不是没有魔力 只是魔力还没有被唤醒 并且里面的魔力纯度竟然还要高出很多倍 这就是小说中女主破坏合理性的能力 露露心里的小恶魔开始跳脱 这种情报当然不可能和别人分享 吃毒石才是正确的作法 既然大家都说魔力石没有任何价值 那要怎么让大家知道其实它物超所值呢 很快露露便开始行动 吩咐迪埃尔将所有废弃矿山都满下来 迪埃尔立刻有了想法 毕竟矿山也是财产需要纳税 所以废弃矿山甚至有人会摆送 露露瞬间恍然大悟 不过叔叔你发生了什么事 明明一小时之前还好好的 迪埃尔俨然是一副憔悴的模样 不用说也是公爵父子三人的杰作 不过我苦恼的是大肆购买矿山的事情 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关注 该怎么将这件事掩盖过去 迪埃尔立刻提出解决办法 只要散播谣言 说这是送给少爷们训练魔器的礼物就行 露露对此十分赞同 不过不要用家族给我的资金去买 直接用舅舅那里拿到的钱应该就够了 迪埃尔十分顺从地接下了任务 全程没有一句质疑 叔叔你怎么什么都不问我 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左膀右臂 所以不必质疑您的命运 等了解了您的想法之后 更好的辅佐您做出更为专业的判断就行 露露为这番话感动了0.1米 迪埃尔再次恢复了那副倩倩的模样 直接被赶出去 这时露露又想起了一个可以搜刮钱财的人 那就是上次的那个元老怨怨生 于是他孤身来到地牢 对着男人开始征收税金 因为没有现成的货币 所以是用实物来抵 也就是传说中的封条 虽然露露现实中没有征税的资格 但这些东西仍旧可以直接转移到他的手 系统解释这是艾伦特威帝国认可的行为 露露的小脑袋瞬间荡击了一秒 猛然想起小说《征报军》里的剧情崩溃了 所以这根本不是征税 而是明晃晃的偷盗了 女孩使用小说中的能力对男人征收税金 却没想到实际上却是盗窃行为 气得他就要破口大骂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老爷爷贪污的还真不舍 征收的实物清单长的都看不见头 突然上面的达弗内的项链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难道是传闻中的精灵达弗内 这才是罗汉小说中应该出现的道具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征收 下一秒一条项链就凭空出现 露露好奇地打开盒子吊坠 里面的人像瞬间勾起了他的兴趣 另一边长老会议的内部 大家正激烈地讨论着约哈森因受贿的事情 双方各执一词 而如今坎尔多伯爵成了唯一的视群人物 这时他看到了窗边的露露 顿时皱起了眉头 立刻就将窗帘拉了起来 可当他看到露露继续的信件时 却又立刻火急火燎地涨了上来 很明显是一脸的不愿 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听说了什么 才会给我这种东西 但是您看错人了 我是不可能做任何人的走动 希望您能到此为止 露露突然一副十分疑惑的样子反问道 您真的想要到此为止吗 说着就拿出了那条项链 上面赫然是年轻的伯爵 坎尔多一脸的不可置信 问他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 而露露则一脸坏笑 这让男人觉得他是想要威胁自己 可没想到露露却只是轻轻说道 卑武 坎尔多瞬间就傻眼了 等到回过神来已经到了露露的房间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答复那姐姐是您的爱人吧 露露两眼冒光 很明显是进入吃瓜模式了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兴奋地跳了起来 跟我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 你们怎么认识的 肯定不会是叼着面包赶路 突然撞到这种桥段吧 卡尔多实在不明白女孩要做什么 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 是在派对上遇见的 露露一脸的果然如此 罗幻小说的最爱就是派对 于是期待满满地继续追问 然后呢然后呢 卡尔多越看越迷茫 这个奇怪的小孩究竟想做什么 而他本以尘封的记忆 也在此刻清晰地浮现出来 女孩意外发现一条项链 竟牵扯出一桩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 卡尔多伯爵讲起了自己与妻子的故事 在某个贵族家的晚宴上 出来透气时意外被一只高跟靴抱头 而罪魁祸首就那样坐在地上使唤他 出于一名绅士的修养 卡尔多向征信地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助 怎料女孩丝毫不客气 卡尔多也没有拒绝 直接将人打横抱起 全程都是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就连达夫内和他道歉 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可缘分就是如此奇妙 从不尽女色的卡尔多就这样坠入爱 露露简直太满足了 这就是罗幻小说该有的命中注定 老爷爷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 卡尔多想起答复内也曾说过这种话 神色不自觉地缓和下来 可能是我没能浪漫到底 不然他也不会离开我 婚后没多久 卡尔多就收到了那枚带写的婚戒 和夫人跟秘密恋人私奔死于怪兽袭击的消息 露露歪着头反驳道 那个姐姐不是因怪兽袭击而死 男人的气场瞬间就冷下 如果您拿这种事情来捉弄我 我是不可能会原谅您的 哪怕您是怕埃拉顿的人也一样 露露无奈地叹气 我是善良的孩子 不是那种会践踏别人珍贵记忆的坏想 卡尔多只觉得面前的小孩不紧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对手 看起来好像也真的不坏 就在这时露露拿出了一份文件 男人将信将疑地打开 可上面的文字却触目惊心 绑架 人体实验 以及死亡 所以答复内没有和别人私奔 而是遭遇了这种非人的对待 你肯定很好奇绑架姐姐 并向你传递虚假情报的人究竟是谁 要不要我帮你复权 男人简直不敢相信 可强烈的恨意让他坚持要亲自撕碎那个恶人 您只要告诉我那个家伙是谁 我还没能找到证据 所以你只能相信我说的话 可以做到吗 卡尔多认为凭借着这份报告可以找到真凶 更认为依靠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嘴巴还是不受控制地说道 我愿意相信您 那条项链是我从约森哈英伯爵那里偷懒 看到实验报告也顺便带了出来 所以您是因为达夫内姐姐 才一直没有结婚吗 没错 因为她让我变得厌恶爱情 其实是因为这么久以来 她心里唯一的夫人只有达夫内 同时因为这个 她连孩子都不曾收养 然而下一秒露露却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 那如果姐姐肚子里有孩子 卡尔多内心突然翻涌着一阵恶心 既然达夫内死于人体实验 那意味着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 然而下一秒露露却握着她的手说道 那个孩子还活着 爷爷想见见那个孩子吗 卡尔多瞪大了双眼盯着露露说道 您究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女孩莫名其妙地帮助令伯爵怀疑 究竟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什么 露露直接表示想要的东西很多 不过就算没有满足任何条件 还是会帮助她见到儿子 这让卡尔多不解 我可以问问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吗 露露一脸地认真 因为让父母见到自己的孩子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也曾离开父亲在舅舅家生活 所以知道无依无靠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所以不能因为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就阻止你们重逢 女孩笑得一脸真诚 这让卡尔多很是愧疚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坏人 就在卡尔多即将离开的时候 露露支支吾吾地叫住了她 那个孩子在肚子里就被荡成了实验体 所以精神可能会有些不正常 就算这样你都可以接受吗 卡尔多沉默了 在心里猜想孩子该有多惨 才让露露有这样的疑问 此刻的她彻底释怀了 别担心 我也不是那么坏的家伙 放松下来的露露对着窗外说道 我就说吧 你的父亲肯定想见你 男孩仍旧十分自卑 觉得等到父亲见到的那时 就不会这么想 难道您不觉得我恶心吗 露露从没有那么想过 如果和别人不一样 就叫做恶心的话 那怕埃拉顿公爵家族又算什么 应该很多人因为怕埃拉顿的孩子 过于成熟 而觉得恶心吧 男孩立刻反驳 您这么出类拔萃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怕埃拉顿的血液是很特别 那这么说来你也是特别的人不是吗 现在你要自己思考并做出决定 或许这件事很艰难 但是做着做着就不会在意别人的话 这下男孩终于下定决心和父亲见面 很快伯爵就收到了露露的来信 看到信件内容的那一刻 男人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十分自然地扔了一些卖力 给露露的小女 可下一秒就遭到了小脑的嫌弃 虽然听不懂 但是可以知道骂得很脏 您竟然收到了宫女 送了帅气的蟒蛇话呀 真是羡慕您了 宫爵立刻反驳 明确表示了儿子想要和他见面的决心 隔天伯爵打扮得十分隆重 被露露拉到了一座亭子外面 一想到儿子就在柱子后面 他的心脏就忍不住扑通乱跳 然而当他靠近的时候 却发现亭子里轰轰如雨 难道自己是被耍了 下一秒身后就传来男孩怯生生的一句父亲 伯爵一回头就看见了 和爱人达夫内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 五岁小宫女再次收获一枚死忠粉 就在刚刚露露帮卡尔多伯爵找到了亲生儿子 男人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确认了身份 毕竟那个样子和妻子简直一模一样 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 男孩的长相竟然还这么稚气 见父亲不说话 男孩急忙道歉 对不起伯爵大人 我突然叫您父亲肯定吓到您了吧 然而想象中的厌恶并没有发生 我确实很惊讶 我居然有个这么好看的儿子 对不起 我不仅没能保护好你的母亲 也没能保护好你 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没用的父亲 其实达夫内成为实验体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他并非人类 当怀上卡尔多伯爵的孩子后 他就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 因此给了约森哈因可乘之机 不过报告里并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卡尔多至今还不知道事情 而将报告这部分涂抹的人正是他的儿子 您不觉得我恶心吗 一直维持着这么年幼的样子 卡尔多并没有这么想过 反倒觉得从现在开始可以看着他长大 真的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以后可以陪在你的身边 从这天起 卡尔多发誓要将余下的人生献给露露 因为他的身份尊贵 是支撑公爵领地中枢的首脑机关成员 所以露露超额完成了系统的任务 他没有拒绝直接当场答应了下来 首先我希望你能去解决一件事 现在哥哥回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的来历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卡尔多自然不会拒绝这件事 然而就在这时 卡尔多提起了特殊礼带的效忠誓言 露露真的不想再重复那个尴尬的一事 但很明显是由不得他 很快露露就将那些没用的魔力石 制作成了拥有高纯度魔力的魔力石 正常魔力石的交易会经过皇宫 并且要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销售 甚至皇宫还要抽走一步 狡猾的露露当场就想到了应对的方法 那就是将这非同寻常的魔力石改个名字 叫做黑色黄金 他才不允许自己的利润被分走 他开心极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成为这个帝国最年轻最富有的 然而他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原本这些空魔力石矿山 对外宣称是送给哥哥们用来训练魔器的礼物 所以父子三人已经开始争夺起来 这下糟糕了 他该怎么应对三个争风吃醋的男人 女孩第一次参加地下拍卖会 竟花了一百亿买下一个小男孩 就在刚刚露露意外听到 迪埃尔子绝对公爵说起拍卖会的事情 戴着华丽的面具说出这是一两千万现金 这么酷的事情 是作为罗焕作者的他肯定不能放过的场景 于是三兄妹就这样水灵灵地坐上了马车 没想到你竟然对拍卖感兴趣 你这个小不点不喜欢平凡的东西是吧 露露正洋洋得意 平凡的东西都无趣 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 所以送给哥哥的礼物也那么特别 比没有魔力的魔力士更好的礼物叫什么来着 露露露花 两兄弟顿时被蒙飞 纷纷表示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 只留下尴尬到抠出三十亿厅的露露 很快马车来到了拍卖场 这场景和他想象中的简直一模一样 然而拍品民俗的心脏 让露露瞬间明白这原来是黑市拍卖场 接下来的拍品是能显示宝藏的望远镜 大海贼陆飞之所以能出名 全都亏了这副望远镜 露露瞬间激动不已 然而下一秒主持人就对宝物进行了补充 就像是保险广告似的 露露当场就失望了 两个哥哥还以为他是没钱 竟然一次都没有参与 纷纷争着为他花钱 但其实他比两人更有情 很快到了最后一件拍品 笼子里竟是一个少年 露露吃惊不已 这不就是之前恶魔给他看的那个男孩吗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 宝石因为美丽且稀缺而价值连城 那么这个少年的价值是什么 只见主持人用控制器对着男孩按了下去 瞬间现场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冰霜 只一下就将灵力才能劈开的笼子损坏 可男孩却纹丝未动 足以见得他拥有多么可怕的力量 所以这个少年的起拍价是十亿 瞬间所有人都激动坏了 一个个不断加价 露露知道男孩被买走的命运绝对十分凄惨 没准会被当成工具任人操控 系统检测到他心软了 于是不断提示他远离男孩 但露露觉得或许自己好好照顾他 可以将他变成自己的人 那样的话至少不会因为不幸的人生而黑化 不过这样就太过俗气 露露敢肯定少年走的是偏执男主的路线 如此不凡的能力绝对拥有高贵的血统 如果是一般的女主 肯定会照顾一段时间就放任自由 男孩以为自己被抛弃了 于是长大后恢复身份就和女主强制爱 虽然未来有太多变数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照顾他肯定会被缠上 于是露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买下他但不养他 下一秒就出现了炸裂的一幕 只见露露高高举起自己的号码牌 大声喊道 一百亿 女孩豪至百亿只为了拍下一个小男孩 瞬间惊呆了整个地下拍卖场 所有人都迫切地想要知道 如此豪横的人究竟是谁 可身边的两个哥哥却吃起了飞醋 都有哥哥了为什么还要买奴隶 露露赶忙解释 自己只是觉得男孩太可怜了 如果落入别人的手里肯定会遭受折磨 至此两人还是一副不买账的样子 直到露露表示自己打算放了他 两兄弟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 原来我的妹妹是为了放他走采买的 真是太善良了 此刻主持人兴奋地宣布竞拍结果 获得这个男孩的是兔子小姐 下一秒她竟毫无征兆地欺笑流血 瞬间现场伤亡惨重乱作一团 露露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在哥哥们的保护下离开现场 她觉得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也会是最后一次 希望男孩可以好好生活下去 而当露露回到家时 发现父亲早已在外面等候多时 原来公爵听说了拍卖场发生的事情 急忙出来检查女儿是否受伤 只见她十分严肃地拿起掉落的那根睫毛 两兄弟当场进行了深刻反省 承认是自己刚刚跑得太快 看来下次要用魔器保护起来才行 露露觉得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自己非要去拍卖场 还是去这种非法拍卖场 公爵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倒和女儿道歉 对不起 其实你不必带这两个家伙也可以去的 露露知道父亲是怕他因为没有魔器而难过 不过现在的他很有安全感 所以并不在意 就在这时士兵大喊着有人突袭 两兄弟疑惑对方带了多少人手 竟然如此大的 可没想到士兵却支支吾吾地说 只有一个和小姐年纪相仿的孩子 露露心中生起一阵不好的预感 走近一看果然是那个拍卖场上的孩子 公爵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来在拍卖场上用毒的也是你这家伙 几人都吃惊于他的天赋 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同时拥有双重魔法 公爵见状质问男孩来这里是做什么 是受了谁的指使 可男孩却一个字都没说 只是这样静静看着 这将公爵本就不多的内心耗光 直接对着他就使出了强大的魔气 然而看着男孩的眼神 露露心中暗叫不好 这个男孩是来寻死的 男孩刚从非法拍卖场逃离 没一会儿竟跑到公爵府寻死 露露发现他的真实意图 急忙阻止暴走的父亲 很明显公爵要让他为袭击府邸付出代价 可露露却表明男孩并不坏 他明明有能力杀掉所有人却没有那么做 所以他是故意来寻死 看男孩的反应就知道才对了 拍卖场的不愉快经历 足以让他对众人起杀心 可他却只是对奴隶伤人动手 所以这样的孩子不可能是危险 眼见爸爸还要施加惩罚 露露一时情急尽大喊 他是我的奴隶 所以惩罚全在我身上 两兄弟不以为然 毕竟露露虽然中标却没付钱 露露才不管那么多 坚持要亲自决定如何惩罚他 因为奴隶是完全属于主 宠女狂魔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将女儿放了下 这时系统检测到露露的行为 不断发出警告 可露露却直接无视 他认为男孩是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这才选择前来送死 于是他站到男孩面前说道 你要暂时住在这里接受惩罚才行 不过你要遵守三个条件 第一不能伤害我们家人 第二不能伤害我们家族的人和公爵城里的人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 那就是不能对我产生执念 说着他不顾男孩一过的目光 直接将自己的鞋子穿到了男孩脚上 你要是违背这三点我一定会杀了你 男孩看起来十分厌恶 要求露露杀了自己 可露露却根本不理 没有我的允许你无权掌握自己的生死 把这个孩子关进地牢吧 男孩趁机跳了下来 顿时鞋子发出叽叽叽的声音 一场闹剧以他被带上异能束缚其为止 两兄弟对此十分不满 露露急忙警告两人不能私下欺负他 我会对他负责并惩罚的 可以这样吧 爸爸 公爵一应下 只要是女儿想要的都可以 何况听说养宠物对安抚孩子的情绪很有好处 但还是上一道保险比较好 说着他就用魔器给露露做了一道保护膜 当天晚上露露在心里询问系统 自己当时戴着面具穿着长袍 男孩是怎么找到公爵府 为什么说他是危险人物 又为什么不能和他扯上关系 见系统不说话 露露直接睡了过去 然而第二天早上 他迷里呼呼之中听到有人喊主人 露露直接将人抓住 却突然意识到声音不对 睁开眼就看到了男孩那傲娇的模样 既然醒了就放开我 我来服侍您吃早餐 主人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男孩前一天还是凶猛小野兽 第二天竟化身乖巧小侍从 这转变让露露无法接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才会变成这样 正当他决定和男孩保持距离的时候 却被那一头顺滑的金发吸引 手不自觉地摸了上去 嘴上也不由自主地感叹真的好软 然而下一秒却听到熟悉的声音 面前的男孩竟水灵灵地变成了工具 那妖娇到不行的身姿 让露露整个人都不好 以至于开会的时候都还在想这个事情 甚至觉得无比羞愧 而被忽视的迪埃尔忍不住吐槽 小姐肯定是在想那个奴隶吧 别忘了我才是您的第一仆人 迪埃尔说的情真意切 却被露露直接无视 关于我的奴隶 你打听过了吗 经过坎尔多伯爵的调查 发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男孩的能力十分逆天 但是体内的以太数值却非常普通 正常来说能力越高 拥有的以太数值越高 因此他所体现出来的是极不正常的 并且除此之外他如何来到这里 为什么出现在拍卖场 以及他的身份等都是未知数 露露的罗幻小说直觉开始滚动 或许他的真实身份是王国的皇子 因为难言之隐才被卖到黑市 这才符合这浑身高贵神秘的气息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反驳道 那种身份的人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并且拥有那种能力的皇子 怎么会被卖来当奴隶 小姐有时候真的很喜欢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露露虽然认为两人没有想象力 可因为十分有道理竟无法反驳 就在这时侍卫前来通报 称昨天收的奴隶男孩想要见他 按露露的看法 这么强大的孩子是危险人物的话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拥有不幸的过路 再次见到男孩那一刻 伤痕累累的模样引起露露的担忧 本想让关心男孩让他好好治疗 却引来了系统的警告 于是露露立刻装作一副恶女的样子 说道 我是你的主人 所以你应该要学会尊重我 知道吗